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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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们进行报告四项 请宣读 报告四项二 邀请国防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因无概况并被咨询 三 邀请国防会主委就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COVID-19 对我国产业之冲击及政府未来纾困辅助等相关政策进行报告并被咨询宣读完毕 本日的议程所列议案合并来寻打请一并报告 我们现在就请国防会陈主任委员来做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 首先向贵委员会连任及新任的所有委员表达恭贺及敬意 并期待在委员的鞭策下国防会的业务可以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以下仅就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对我国产业的冲击 以及本会2020年的业务概况做报告 尽情指教 首先 针对2020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情势与展望说明 2019年全球的贸易受到美中贸易战及英国脱欧引发的不确定冲击 成长疲弱 为台湾经济受贿与转单的效应 台商回流投资等影响则逆势成长 主要是因为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业者投资先进制程与扩充产能 5G相关的基础建设及离岸风电投资的陆续进行 带动我国的经济成长动能 台湾在世界经济论坛WF2019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排名第12 较2018年进步一名 显示政府自律推动产业转型 以发挥舒缓国际经济波动冲击的效果 主席总处公布了2019年我国经济成长率为2.71% 总体经济表现更已回到亚洲四小龙之首 但是今年1月以来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快速的扩散 除了冲击中国大陆的经济 也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干扰 让全球的经济成长面临的下修的压力 相较于2003年SARS发生时 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中国大陆已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不仅是世界的工厂 也是世界的主要市场 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 导致中国大陆海外观光支出的减少 并压抑它的内需跟生产的活动 IHS Market 2月下修了 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值到2.46% 并且预估中国大陆内需紧缩 及生产中断的外溢效果 将使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减少约0.1% 另外GIMF在2月22日提出疫情造成重大风险的警告之后 OECD也在3月2号大幅的调降 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从去年11月预估的2.9%降至2.4% 这是第一个跨国机构以大幅下修经济成长预测提出的警讯 相关机构的预测情形请参看表一 其次这一次的疫情对台湾总体经济影响的冲击 台湾受惠于台商回流等三大投资方案逐步的落实 加上年初美中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双方贸易争端已见缓和 各预测机构原来都上调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 但是1月下旬受到中国大陆疫情的影响 主机总处在2月预估2020全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为2.37% 略低于去年的2.71% 也比上次的预测下降 目前疫情已经遍及了70多个国家及地区 台湾虽然因为SARS的防疫经验 且全民一心共同防疫先期部署守住了第一线 但是随着疫情的扩散 未来的发展仍存在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且WHO已将武汉肺炎全球风险上调至非常高等级 因此此次疫情对我国的经济可能的影响 虽然不必悲观 但也不容许过于的乐观 必须看后续的发展而定 所以目前的任何的预测评估 充其量都属于假设的状态 例如主机总处的估计 假设疫情维持三个月 也就是1月下旬到4月 那么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减少0.35到0.5个百分点 请参考表2的说明 回顾17年前SARS疫情对我国经济仅有短期的冲击 但是与2003年相比 现阶段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已大幅的成长 如果疫情的高峰没有办法在3月底前趋缓 对我国的总体经济的损失将更为扩大 并可能弱化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复苏的力道 疫情如果持续时间过长 更可能会加剧境外的扩散风险 冲击全球供应链的运作 影响台湾中长期的经济表现 2003年到跟这一次的疫情相比 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 以及当初对台湾的影响 请参考表3跟表4的数据 接下来报告 武汉肺炎疫情对台湾产业的冲击 约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会直接影响民众消费的信心 冲击内需 为了防堵武汉肺炎 我国已经对疫情蔓延国家的旅客 进行了管制措施 来台的旅客数量明显的下滑 世界各国也为了防堵疫情 纷纷发布旅游禁令 加上对疫情发展的恐惧 请看主要的国家股市的变动状况 以及恐慌指数的变动 在2月的28号 恐慌指数突然上升到40.11 换句话说 市场已经对未来出现了一种 非理性的恐慌 但是在3月2号 市场预期全球央行会同步宽松下降的时候 Fed又意外的降息 又让这个经济的前景 担忧又回升了 不过在昨天 这个Fed的指数 又下降了 这主要的是美国的一个前副总统拜登出现的表现优异 对于医保的政策是有相关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指数又下降了 所以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恐慌以及对这个疫情的不确定性 确实会影响了很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因素 那么我国内所受到的冲击的产业跟国外是一样的最大的应该就是航空运输业 另外国人因为采购跟聚餐的意愿的降低 也会打击了观光 零售 商圈 传统市场 实体餐饮业的销售的业绩 另外大型活动或者会展 纷纷的取消之后 除了影响消费 也会冲击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主席总数在2月13号 预测今年的民间消费实质成长为1.58个percent 低于2019年的2.13个percent 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的产线停摆 供应锻炼 那么商品的出口动能就会因此而下滑 一起冲击了全球的内需市场 降低对我国生产终端产品以及中间材的一个需求 加上供应我国厂商的中国业者面临复工的延迟 原物料的难取 劳动力的短缺以及产品出货物流的阻碍等四大问题 已经影响了我国出口的量能 加上日韩疫情的持续扩大 以中日韩占全球电子上游核心元器件 及材料生产的主导地位 我国的半导体记忆体面板等电子产业的上下游供应 势必连带会受到影响 如果疫情受到必须切换供应链时 国内的产能必须要跟得上 否则就可能导致生产成本的剧增 而降低出口的动能 第三 订单可能减少企业会面临资金周转的一个压力 面对疫情爆发导致企业营收的锐减 以及薪资、租金、利息等支付的压力 国内大型企业或许有调试的能力 但台湾产业以中小企业为大中 因此它的影响不可小觑 武汉肺炎疫情发展到现在 对国内各行业已经造成相当的冲击 为了减缓这个冲击 政府以加速整合各部会的能量 使疫情的扩散风险可以降到最低 包括了稳定股汇市 对受冲击产业提出纾困及振兴的措施 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跟生产活动的影响 总统已经在2月25日公布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行政院也编列了600亿元的特别预算 来强化疫情的防治及纾困与振兴 减缓冲击 相关的预算以送至贵院 请委员能够大力的支持 本次疫情当然对台湾会有冲击 但危机也是转机 如何把握机会与契机 让台湾的产业再造奇迹 就必须要即刻启动数位转型及资料经济的重点工作 第一 推动防疫科技打造智慧的防疫体系 跟17年前SARS疫情相比 数位科技的应用 对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的防治 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例如成立了防疫大数据小组 结合健保资料库跟移民署的入出境管理资料 完成了即时警讯的系统 利用健保卡跟开放资料及公司协力 完成口罩地图及供需查询的系统 设立LINE AT疾管家官方账号 配合疫情现况 发布即时的透明资讯 另外开发入境旅客 可利用手机申报健康资讯的健康声明 及居家检疫电子化系统等 接下来在新药及疫苗的研发 台湾也绝对不会缺席 本次我国疫情控制受到国际的关注跟肯定 主要是因为政府积极的推动 云端资料库及网络基础建设等数位建设 并结合公司部门的能量 充分发挥了科技防疫的效能 为了持续维持国家数位发展的立机 并超前部署 国防会正积极推动建制T-Role的骨干网络 并预定在2020年底完成实体环境 及安控平台 又为了极大化政府资料 开放的加值运用 将严宁制定专法 藉由法律位阶的提升 明确定义资料的格式品质 及资料利用相关权利的义务关系 让资料的运用跟加值更有法律的保障 第二我们要扶植蚂蚁雄兵的新创事业 加速创新转型 疫情虽然对传统的内需产业造成不小的影响 但数位经济在对抗疫情及稳定经济上 扮演了关键的作用 例如线上的新商业模式 如线上订餐与旺送平台的网络消费 降低了疫情对线下实体消费的冲击 根据财政部电子发票的资料显示 今年2月主要电商平台销售金额推估 约为新台币138.5亿元 较去年同级成长了4成 显示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将有助于减缓疫情的冲击 另外根据主机总处2016年工商普查 国内的中小企业虽然已经有6成6使用数位设备 但大多仅用于基础架构 对于管理及决策的应用比例偏低 且仅有4.06的企业有从事数位创新 显示加速中小企业的数位转型自为关键 因此为带动我国的数位转型 国防会正积极精进新创事业投资环境的2.0 将以国家新创品牌 Startup Island Taiwan 带领台湾的新创走向国际 发展台湾下一代的产业 第三要推动资料的治理 发展资料经济产业 在数位经济发展的浪潮下 物联网大数据的分析 及人工智慧等新兴科技芳心慰爱 资料是数位时代的最重要的战略资产 也是新石油 我国虽然拥有世界第一的 资通讯科技产业及优质的资料环境 部分公司部门也拥有庞大的数据 例如健保电子发票电信数据等 但相关单位多半各自为政 缺少整合 甚至面临数据无法释出利用的困境 国防会业已将开放资料 资料治理及数据交换平台 列入2020的重要施政工作项目 要积极的来推动 未来希望能够建立资料治理的模式 以发展资料经济产业 至于中长期对台湾的产业发展策略与方向 我们认为通过疫情的影响层面 深刻体会到过去将生产据点或目标市场 放在中国大陆的产业受到影响很大 逐渐供应链的在地化及分散布局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也提醒必须要强化智慧制造 降低对人力的过度依赖 因此中长期的发展策略 第一 希望能够加强关键技术的自主 分散市场的风险 第二 希望能够掌握转单的商机 提升国际的竞争力 第三 希望能够加速数位转型 加速数位科技在我国的发展 导入AIOT以及ARVI等虚拟实境 Blockchain Cloud Computing 或者是MEC Mobile Edge Computing Big Data 5G等新兴的科技 打造智慧化自动化的工业4.0生产环境 智慧零售服务生态 才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 及发展台湾的数位愿景 第二大部分跟委员会报告 国发会2020的主要的业务概况 鉴于数位经济势必重塑全球的金色结构 台湾必须以创新前瞻思维 充分掌握时代的脉动 才能够在全球国力竞技场上 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国发会提出了2020数位国家全景的施政蓝图 希望能够打造数位国家的新风貌 以下警救重点部分报告如下 第一个是地方创生与新创的加成 为了促进人口的回流 均衡台湾的发展 持续第二年推动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 整合中央部会跟民间的资源 来协助地方找到产业的DNA 创造就业机会 吸引人口驻留及回流 又为了因应数位时代的趋势 让新创产业能够透过科技导入 攜手地方资源共同努力 缔造不再有偏乡的环境 第二有关新创事业投资环境2.0部分 国发会从2018年开始推动的 优化新创事业投资环境行动方案 从资金法规人才市场等面向着手 已经协助超过300家新创成功募资 所列的40项工作也大致完成 带动了新创环境的蓬勃发展 台湾创新的能量已深受国际的肯定 连续两年名列WEF评比的是 全球四大创新国之一 为了精进新创的投资环境 2020年将以协助新创成长及出场为重点 积极促成企业的投资并购与新创业务的合作 并加强政府对新创的采购 投资的力道 此外也将扩大行销国家新创品牌 Stop Island Taiwan 协助新创链接国际的资源跟市场 藉由更多的成功案例 带动我国数位转型跟产业的升级 第三是有关智慧政府全年无休的计划 未来的智慧政府将是24小时不断限 并透过科技不断的增进人民的信任感 让服务更多元更精准 国家国家国发会将透过Troad的网络技术规范 建制Troad的实现实体环境及元件 让民众可以快速的透过政府的骨干网络 取得智慧政府的数位服务 另外运用开放资料强化智慧政府的治理能量 开放民间的多元应用 落实民众资料自主的权利 打造全年无休的智慧政府 第四是要数位经济国际对话的加强 国发会与欧盟直通讯网络及科技总署DG Connect合作 预计在今年6月与台北召开 第二届的台欧盟数位经济对话会议 并与美国在台协会筹办第四届的台美数位经济论坛 希望透过高阶政策对话的平台 积极扩大台湾与欧盟 美国在数位经济战略创新领域的交流合作 加速我国的数位转型 第五有关要利用AI的数据分析 来掌握警惕的动态 为了顺应数位经济发展的趋势 国发会将透过观测大量总体经济的数据 并善用巨量的数据丰富且及时的优势 积极推动以人工智慧方法分析景气的动态 并及时关注国内外重大经济的情势变化 适时提出因应的对策 以发挥经济气象台的功能 第六我们将以资料科学的方法来推估人口及人才的资源 为了掌握人口结构变迁的情形 国发会运用大数据的分析 来精进人口推估的方式 深化人口政策的沿泥 并掌握重点产业中长期人才供需的资讯 拨化具有前瞻的揽财流财及育财的政策 第七要营造双语环境来接轨国际 结合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共同在执行的 2030双语国家政策发展蓝图 已经完成了双语资料库学习咨询网的建制 经管会也已经推动设置了27家的银行分行的双语化 教育部也推动了九所大学 办理前英文教师的师资培育课程 而中央部会涉及外国人的相关的申请书表 跟振造双语化比例也已经高达92% 未来我们将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公司部门的协力 来打造台湾成为双语国家 第八我们将主动及深化法规的调试平台的功能 为了提供新创事业的发展空间 统筹协助业者解决法规调试的需求 两年前就已成立新创法规调试平台 今年起为了因应新经济模式的新商业模式需求 对现行法规的挑战 将化被动为主动来提升这个平台的功能 为新经济的动能注入活水 第九我们将用统合探勘的绩效管理动能 来提高这个管理的动能 为了落实政府计划的管理 秉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理念 希望能够透过管理资讯系统 追踪列管计划的执行状况 2020年将以智慧化空间化 及管考简化三大策略 来推动政府资料库的垂直与水平的整合 运用大数据及空间分析等技术 来优化决策的品质 提升决策的资源量能 第十有关中兴新村的华丽转生 中兴新村活化专案办公室 将持续办理维运管理及活化的业务 并没和机关进驻及宿舍的配注 希望中兴新村能够风华再现 其他的重点工作 包含积极推动新基地移民法的立法 还有我们已经向欧盟申请GDPR 氏族性的认定 在欧方提出了评估报告之后 我们将提出各支法的修正草案 以及专责独立机关的设置法案 以尽速取得氏族性的认定 另外也会研议open data标准及应用的法律 来建置资料共享跟利用的机制 其次为了要展现开放政府的决心 我们要参考开放政府伙伴联盟的 OGP的规范跟做法 提出国家的行动方案 另外有关委员也关心的 亚洲点矽谷的推动方案 花冬级里岛基金的执行状况 加速行动支付的普及 以及国家档案收整开放等等的 施政项目的内容 请参阅书面报告 各位委员先进 数位经济浪潮已经来临 数位科技将构筑新的产业模式 新的消费形态 以及新的生活方式 国华会肩负国家发展的规划 协调 审议 资源分配 以绩效管理等重则 自当观测 执行国家数位转型的策略 以促成更开放 更安全 更包容的数位经济发展 来强化政府的数位治理 让偏乡消失 接轨国际潮流的趋势 引领台湾加速实现 数位国家的愿景 最后再次感谢贵委员会 及召委给予本会的报告机会 也诚挚地期盼各位委员 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 鼓励与鞭策 以上报告 敬请指教并祝各位委员 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谢谢 我们现在人数已经足够 待会等一下 我们先请处理 上次会议事录的确定 好不好 请问各位同仁 对上次的会议事录 有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 现在进行寻达 委员寻达 质询之前 原力做以下的几个宣告 第一 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 本会委员是六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 非本会委员 只有六分钟 不再延长 上午十点三十分 截止发言登记 如果有临时提案 我们在十一点三十分左右 进行处理 我们现在就开始 进行资讯 首先请林代华委员 主席有请主委 好请主委 友人早安 主委早 针对您刚才的业务报告 讲到的是 这次的武汉肺炎 对产业的冲击 确实是 爬梳的一个概括性的 轮廓 跟问题的盘点 那也对 在这当中 是否能够有产业的契机 以及你们的业务报告 当中也做了一个 详尽的说明 但是本席认为 在这份报告 有一个遗嘱之汗 就是为对于 服安肺炎 政府未来的 纾困辅助的相关政策 其实是没有做 这个说明的 所以我在这边 有两个提点 第一个是 针对客应月的 纾困问题 第二是 扩大餐饮业 外送及促进就业 提升方案的建议 第一个 我们看到客应月 在2月24号的时候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有这样的一个文章 在10天前 他就说 这个新冠肺炎 不只影响人民健康 而且对于 观光旅游和交通运输业 影响是最大的 加上旅游人口的减少 公路客运及 公车业者的整体 在客率 他会至少减少 两到三成 特定路线 会减到四成 客运及公车的驾驶 因为减少出勤及加班 以致薪水大减 在这篇的专文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预测 那我们看了 过了228年假之后 3月1号 中央社的报导 他报导了228年假的 一个客运业绩 也确实比同年期 减少了二到三成 而这个春节过后 到现在 整个交通产业 是首当其中 相关的公路客运的产业收入 与航海运业一样出现 断崖式的无量下跌 好我们来看交通部 这边所提供的 纾困 复苏及增行方案 总体来讲 98.3亿 但是这当中 包括了哪些运输呢 游览车 小客车 小货车 汽车货运 汽车货柜货运 航空业 海运业 却偏偏独漏了 大众运输当中 最重要的客运业 也就是公路客运业者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客运业难道没损失吗 客运业不重要吗 好我们来看 在昨天的新闻 五菱樱花季 这个因为这个武汉疫情 国道客运退票三成 业者也被砍搬了三成 阿里山樱花季减半 所以呢 在提出的这个600亿当中啊 这个交通部昨天也回应了 很明显他听到业者的声音 他说啊 针对计程车 及游览车的补助啊 是这波运输 这个疏困框案 对于公路跟国道客运 若要补助的话呢 则在特别条例当中 做补助的 主委啊 这个国道客运啊 受疫情的影响是受创最深 阿这个 鹰化季退票三到五成 减班三成 而这支补助只针对 计程车跟游览车 本席认为应该一视同仁 不必多不必少 就比照这个 我们现在的交通运输的 疏困方案 第一点 业者在这边建议如下 主委您就评估看看 第一个业者希望呢 既有的融资还本 一样 文道及生效 申请展延缴付本金 并针对 这个延展期间 利息费用的负担 给予补助 第二个 油料的补贴 比照计程车客运业 第三 租金及权利金的减免 比照淘机的模式 第四个 补助防疫用品 所需的经费 希望政府能够全额的补助 以上是国道跟客运业者的诉求 主委您的看法如何 跟委员报告一下 院长其实有宣示 在这一次的纾困 跟振兴方案里面 他希望能够雨露均沾 立竿见影 而且要能够顾本强身 所以如果有漏掉的部分 一定要给他补足 所以委员的这个意见 我会把它转达给交通部 那这个是他们 其实所有的方案 都还在评估跟制定当中 到时候应该可以放进来 另外主委长也特别讲了 除了这个特别预算以外 其实他们还有一些基金 可以来做运用的 所以我想如果是院长 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应该是可以补足 我会帮您去跟交通部再争取 好 谢谢主委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 本席街道啊 这个餐饮业跟运输业 他们两个啊 就来跟我澄清提出 共同提出了一个建议方案 好 那我们暂且呢 本席就称它为 扩大餐饮业外送机 促进就业提升方案 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 协助餐厅业的店家 找回流失的客源 尤其是针对原有客源 提送外送服务 第二个 增加工作机会 让失业或无薪价者 暂时有一个收入来源 第三个 增加初级农产品的销售 及减少农民的损失 建议的方案 第一个 餐厅直接与 非目前外送平台的 合法货运业者 签订外送承揽契约 该契约呢 明定政府补助给商家之外的 外送运费 在扣除货运业必要的费用成本之后 需完全拨给 这个外送员 不得以任何的名义 扣客转为平台服务费 第二个 外送订单 应以非现金支付为原则 以利 集合查查 并可以顺势推动 您的2020年的业务报告当中 能够顺势推动 台湾的非现金支付的普及 第三个 在此呢 也基于此 本期建议啊 国发会能够召集 经济部 劳动部 交通部 餐饮工会 汽车货运工会 外送员相关的工会 货运业者代表 及第三方支付 及电子支付业者 共同会商 那在这个建议呢 本席希望能够达到三营 第一个 增商机 第二个 稳就业 第三个 促升级 增什么商机呢 餐厅农民提升业绩 稳什么就业 让失业者有去处 促什么级呢 能够增 顺势推动 台湾 非现金支付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那这次啊 的新冠肺炎 所导致的经济冲击 既深又重 相关的部费啊 也应该移早 不移持 才不会引起民众的恐慌 在这边我提早 特别讲说 移早 不移持 也就是现在的 疏控方案 在已经通 这个政策性的 已经决定 而我们的 这个条例啊 也即将要通过 那如果这个内容 我希望能够赶快 因为好不容易 全国一致大团结 支持政府的防疫工作 到一个阶段了 民众的高满意度 现在就是解决民生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边 本席希望国发会 作为统筹的机关 对于预算的使用 应该有一个前瞻 及超然的客观规划 而不只是一个 和审核预算的平台 所以主委您对于 刚才这个业者 而且是两大业者 产业的业者提出的 这个扩大餐饮业 外送及促进就业提升方案 您的看法为何 我想这个都是业者 在这一次 他们实际受到影响的 状况的表述 而且整体的计划 应该对我们的数位经济 也有帮忙的 我想我会来试着 先看看目前 院里面进行的程序 到底到怎么样情况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会来帮忙做一些 好 我希望不要 就是当你了解之后 这个礼拜 您可能花个一两天了解之后 能不能顺势在 这一周或下周内 就召集业者 听听大家的声音 马上的做一个反应 可以吗 好 谢谢主委 好 接下来我们请 副空协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先生 是不是我们请陈主委 好 周委请 副空协委你早 嗨 陈主委早 这个 因为时间很急迫 只有六分钟 我想我就直接来请教主委 因为我们国发会 是我们国家的财经总内阁 也是我们行政院的小内阁 我想陈主委 今天我们又看到新闻 意大利这个学校 停课两周 法国也爆发了 这个教会感染 那目前呢 整体新冠肺炎 对我们国内 目前虽然确诊人数不多 但已经造成相当严重的恐慌 我们国发会 代表行政院整个财经的导向 是不是啊 我们有很多的面向 应该超前来部署 好 我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啊 全世界最严重的疫区 在大陆对不对 对 目前大陆占我们国内 整体出口转口的百分之多少 我们出超的比例是多少 对大陆 哪张表 我确认一下那个数字 我不要讲错 好不好 还有东南亚 东协十国 出超 因为我们国家是以出口 为导向 并没有太多的天然资源 中国大陆这个构产占40% 我们对中国大陆包含香港的这一个出口是占了40% 超过40% 超过40.2% 出超金额是多少美金 这边是美金啊 我这边是台币 台币多少 132.3% 减一下 大概800 800啊 对 800 800 800 全年 美金吗 对 对不起 那统金数字字很小 陈主委 是 没有关系 不是800亿美金 是900亿美金 OK 谢谢委员 所以是两兆7000亿台币 对东南亚是出超 大概235亿美金 7000亿台币 我们国家一年的总预算大概是两兆2000亿 对 但是我们对大陆以及东南亚实过 我们的出超的金额 大概有三兆 三兆2000亿 到三兆4000亿 我请教一下 现在我们国发会预估我们GDP主计总处预计调降 是从2.72GDP调降到成长率2.37 调降了0.35个百分点 对 请问主委 我们确定 0.35个百分点的调降 是预期新冠肺炎对台湾的影响到几月 到4月 到4月 所以大概是降0.35个百分点 0.35到0.5左右 好 那如果 如果 我们现在确诊病例只有40几例 是 好主委 现在因为啊 新冠肺炎是一个非常齐形的 一个新的一个病毒 而且呢 他在人体里面 如果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强壮 他不见得会有阳性的反应 甚至啊 他不会有病情的发生 但是他是一个行动的传染源 他会不断的在传染给很多的人 现在目前啊 现在居家管理 从三万多人 昨天啊 国欧 这个 卫福部说大概有八九千人 那在外面啊 目前还不知道 是不是感染者 还有多少人不晓得 而且他的潜伏时间啊 有七到二十一天 甚至四十二天 所以我觉得现在出国到四月 实在是太乐观 好 那同时呢 我们希望如果国发会 必须要做一个前置的一个准备 当我们对大陆以及东南亚 整体的出口受到重创的时候 大陆的工厂商圈都停摆的时候 台湾陆陆续续 现在是观光地区 商圈 传统市场陆续的停摆 大型活动 接下来如果是工厂办公室 也接着停摆的时候 我们国家GDP 绝对是负成长 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产业都有银行贷款 这会有系统性的风暴 我们国发会不晓得做好了 这些相关的准备了没有 刚刚委员报告 因为 诚如您所说的 这个疫情确实是 还在一个很不确定的状况 所以我们是有在研究 跟收集相关的资料 然后再看看 后续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配合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确定说 一定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案 因为这个真的讲 还是很大的 很高的一个不确定 请给主委建议 因为时间有限 第一个 赶快做好准备 以及未来方案的因应 料得一定要重宽 毕竟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 要请国发会摆在第一位 要及早做好准备 第二个 是不是整个经济的振兴 要考虑 要正式来发消费券 这个我想 各行各业才能够立刻补给 还有银行的纾困 对产业利息的打折 这些我觉得国发会 都应该做好相关的方案的准备 另外对于花东地区 完全以观光为生存产业导向的地区 包括农业也依附在观光产业上 未来会受到多么严重的冲击 我们可以预期 但是要请这个花莲女儿 拜托我们陈主委 这个是不是啊 在花东基金的部分 对于啊 整个我们未来 整个花东产业的纾困振兴上面 能够啊 我们花东基金能够大力的协助支持 可以吗 好 我会来了解大家的需求以后 再提出一些协助的方案 好 谢谢 谢谢主委 谢谢委員 接下来我们请邱成员委员 谢谢 好 主席还有各位立院同仁 各位媒体先进 大家好 那麻烦陈主委 好 主委请 秀委员长 好 陈主委早安 那针对今天国发会的咨询 其实我在选前一直提出三个这个我的经济政策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 呃 传产科技化 产业数位化 跟青年国际化 那我想这三个主轴大概跟国发会的业务是最直接的 那其实刚刚在听你的业务报告 针对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 其实 呃 政府也做了相当多的这个数位转型跟相关大数据的 收集 那针对这些议题我们稍待来讨论 那我长期 除了说 关注海外的台商之外 还有就是 最重要就是我们国内的中小企业 还有我们的青年 那针对中小企业的部分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目前国发基金在2007年的时候 有匡列了100亿的 加强投资中小企业的实施方案 那这个部分的计划是由中小企业处来去执行 活络我们现在投资创业的环境 那协助中小企业顺利募得资金 那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好 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基金目前 到现在的成效为何 呃 跟委呃 委员报告一下 他们在12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去了解 去年12月了解了一下 目前的执行的一个状况 应该是还相当的不错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资金已经即将要用庆了 所以我们开始要去检讨 后续还有没有 还要再针对中小企业的部分再做一个处理 对那因为我这边的资料 就是说我知道说目前该基金大概剩在9.1亿 对那你们后续对于这个方案 还有没有要再挹注新的资金 那因为我很关注这个中小企业的发展 包括这次的疫情 对我们整体的中小企业还有产业这个断电的状况 慢慢应该会在第二季第三季发生 那我们在这边的中小企业 他们的经营的状况 可能会更加的严峻跟辛苦 那据我所知 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这边 其实跟你们都有协商过 国发会现在是不是倾向将这个 这个投资实施方案 这个案子的剩余的款项用完之后 有国发基金这边自己来执行这个方案 因为目前我们由其他部会再执行 国发基金的案子还不少 在工业局有两个方案 那中小企业处一个 文化部也有一个 那我们是为了要希望有一个整合 避免相互的这个计划之间 会不会有一些汉格 或者对这个需要投资的这个 尤其是新创或年轻人中小企业 会不会有他们搞不清楚 要如何去这个申请的问题 我们希望有一个检讨的一个机会 但是还没有确定 最后是由我们执行 还是再请中小企业处执行 好 因为我这边认为 我提出一个建议 因为中小企业处 它长期跟产业界接触 对产业的这个了解的程度 相对来讲会比较深入 那前面你也认同这个绩效 那我希望说未来 不管说国发基金要收回来自己做 还是继续请中小企业处去执行 其实一定要把这个双方的意见 纳入最重要的参考 那不会影响我们中小企业的这些权益 那我知道说 其实在主委任内 其实推动很多这个新创产业 还有这些新创公司的投资 那其实跟产业链接 我希望可以再深一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回归到我们的这个主题 其实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 对于我们整个国内整体内需市场的影响 是当然是最重要 那整个纾困的条例跟特别的预算 也都真的这个地方琢磨非常多 但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们海外的市场更是重要 尤其像我们这个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我们现在目前在全球 有75个国家 188个地区 有4万家的台商 这个是撇除中国大陆之外 全球的台商大概都是在我们这个系统 它是很绵密的一个海外的台商系统 那在当地都已经是二三代的经营了 那对于每个地方我们就以亚洲来讲 东协的那些主要新南向的国家 其实对于内需市场跟消费市场的深入 当地的台商都是非常的了解 而且当地他们也都经营他们自己的品牌 并且有强大的生产力 那因为我们长期台湾的产业 都是以制造业代工为 这个主要的经营模式 那现在其实我们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应该要去深入 我们不要过度仰赖中国的单一市场之外 应该要深入东南亚的这些相关的市场 作与我们内需市场的延伸 那这些新创公司我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国家基金后续 如果要再投资这些新创公司的话 我希望可以跟这些海外的台商 跟国内的产业去做一个链接 实际了解国际市场上的需求 并且结合当地的经济部的经济组的 相关的这些官员 去针对东西 我们不用多五个国家就好了 越南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然后还有这个柬埔寨 这些地方 他们内需市场有这个 有这个潜力的地方 针对他们国家发展的政策 还有产业的政策 找到我们供应链 还有这个消费市场 切入的这个缺口 然后让我们的新创公司 是有市场性的来去设计 他们的商业模式 我想这样的失败率会比较 这样的失败率会比较低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提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国家基金应该也要去考虑 就是说 利用我们绵密的这个海外台商的系统 建立我们这个台商数位中心 或者是产业数位中心 透过台商绵密的海外的据点 去收集这些国家 当地的这个大数据的资讯 包括他们的消费习惯 包括他们的医疗 包括他们就医的这些记录 其实我们这次的防疫 这次的整个系统做得很好 其实这样整个的system 应该商业模式 我们可以把它输出到海外 然后作为我们国内中小企业 以后再进攻国际市场上一个 很具体 很具有这个市场性的一些 相关data的指引 那我知道这个部分 其实不管说国发基金跟贸协 都可以来协助 那针对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主委来回应一下 好 谢谢区委员 我想数据是未来的机会 那数据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国内的数据 全球的数据都应该是我们可以来运用 作为我们的产业 不管是数位转型 或者是拓展我们的 这一个数位国土 能够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我会来 委员这个意见 我会来纳入 我们来衡量一下 如何来做 比较能够让他发挥他的效益 非常谢谢委员的指导 是 关于这个建议的话 我希望说 主委这边可以找个时间 我们召集 比如说海外台商的代表 国内新创的业者 包括还有我们国会议员 我们共同来做一个相关的研议 那如果有这方面的 你们有这方面的书面的回复 也是不是给我在期限内 给我一个简单的回复 这样子 好 好 那个台商的部分 目前如果有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乔委会那边都会请他们来跟国发会来做一些对谈 所以我们会邀请他们一起来做一个讨论 最终会要邀请我一起 一定 因为这个 我认为这个Big Data 是我们未来经营上最大的重点 而且我们其实国土延伸的计划 我们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海岛国家 那我们一定要把内需的市场往外延伸 这个才是我们产业的未来 没有错 谢谢委员 然后最后 就是剩下一点时间 那我也呼吁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纾困条例的特别预算 我们苏贞昌院长特别讲到 雨露要均沾 立竿要见影 要把纾困出到每一个都可以 有需要的人 钱要花在刀口上 但是观光产业跟旅游业 这个当然是受冲击最大的 那但是我们知道说 很多现在新创的公司 他们相关的业态 他们是属于这种平台式的这种旅游业者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希望主委也可以替他们 跟这个大院 跟行政院在争取一些相关的补助措施 好 谢谢委员 确实我们一直在扶植新创 所以针对新创的这些平台业者 尤其是做旅游的部分 他们在这一次 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希望这个纾困的这个机制 能够不要漏掉他们 让他们有机会 否则的话 新创好不容易扶植起来 马上就因为这样的疫情 而被打下来 我觉得这个是跟台湾 想要扶植新创 希望台湾的新创 能够在世界上 占有一席之地 可能会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为他们来争取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邱毅寅委员 谢谢主席 我是不是请一下这个 陈主委 主委请 主委早安 主委早 主委我想这个 今天我们招委排定的议程 让国发会来报告业务之外 大概也谈到了所谓的武汉肺炎 那我看您的报告里头 有一句话很重要 是危机也是转机 这个武汉肺炎 看起来跟国发会 其实好像没有直接的相关 但我认为在这个阶段上面 其实国发会可以适时的 并且应该可以大量发挥 国发会应该有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在您的报告里头 第六页您特别提到了 推动防疫科技 打造智慧防疫体系 那我看昨天的一个报导 就是Stanford有一个教授 特别投书赞扬台湾 包括陈其迈副院长 所推动的这些 整个科技防疫体系 在我们整个防疫的过程里面 大家赞扬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防疫大数据 对于这一次整个防疫小组 其实做了很大 尽了很大的一份心 国发会有没有可能 在这一方面能够给予更多的协助 或者是说我们投注更多的资金 跟相关的这些 包括科技的人才 包括这些大数据的人才 来对于整个我们的纾困计划里面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可以透过这些大数据 可以透过这些IT来进行 比如说刚刚有委员提到 所谓的外送服务 这个大概都会透过所谓的APP 所谓的这些平台 要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振兴券 振兴券到底要怎么用 要怎么发 包括你用在哪里 这些厂家将来要怎么样去跟政府 申请相关的补助回来 这些单据要怎么用 我不晓得国发会有没有去考虑过 把它全部电子化 把它全部用在手机里面的 的APP软体一键搞定 包括你的这个振兴券用在哪里 哪些厂家收了多少振兴券 它可以在每一个月的时候 月结单 就一目了然的可以去处理 不需要每一个人拿一个单据 然后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填写 有没有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主委 跟委员报告不止研究 其实在院里面决定要发放这个振兴券之后 我就邀请了我们的新创的业者 他们做平台的 做这种跟日常生活 跟这个内需消费有关的这个平台业者 把他们的机制 跟经济部的商业师中小企业处 做完整的简报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平台业者 这些年轻的新创 他确实是可以透过他们的系统 来协助政府 直接在这个平台上面 在网络上面 就可以订购 而且可以把那个资金 直接就划入账户 省掉了所有的行政的成本 那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方式 已经提供给经济部 让他们在做规划的时候 一个的参考 所以这些都已经ready了吗 经济部会不会采用这个方式 去做我们的整个振兴券的 包括消费的使用统计 以及核发这样的一个补助金额 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制 给经济部做参考 那经济部在规划的时候 就没有再邀请国发会参与 所以就目前的状况 我看部长昨天是说 未来是电子跟实体 和双方是为了要顾及 有些欧巴桑不会用这个手机 那我想这个我们就尊重经济部 但是站在国发会的立场 我们会用最先进的数位化的机制 包含我们的金流的部分 包含行动支付 我们告诉那个经济部说 有这样的机制 而且可以协助中小企业 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做数位转型 那让他们去做最后的定夺 我想这个部分 希望我们国发会这边 能够也来努力协助 既然台湾有这样的一个 IT设计的能力 有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整合的能力 我觉得趁这个时候 把我们这些发挥到极致 另外就是说 我自己个人的判断 这个武汉肺炎之后 未来台商的回流 可能会是大幅的增加 因为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 投资环境 包括居住环境 看起来都已经不是太理想 我觉得国发会应该要有一个超前部署 现在大家都在讲超前部署 我认为在这个部分 其实也期免国发会能够做一些超前部署 但是所谓的超前部署 我要必须再跟主委再讨论到 您的报告里面 其实也有特别讲到 我们在过去两年 所谓的外国专业人才延览及雇用办法 我们已经实施两年了 那也发出了614张的 所谓的就业金卡 主委您的报告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 陈士俊先生 也就是我们的金卡的第一人 第一张金卡的 这个陈士俊先生 他已经回来台湾 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 去年天下杂志在11月13号 对他的专访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 陈先生从小在美国长大 他虽然拿到了这个第一张的就业金卡 但是对他回台湾的这个过程 申请的过程 其实他遭遇了非常多的困难 这个困难 我相信不止他 也就是台湾现在 我们在横向的沟通上面 横向的联系上面 各部会其实并没有达到一致的标准 所以即使我们鼓励外国的专业人才 我们发了这些就业金卡出去 但是对这些人来讲 他要回台湾的申请 其实是困难重重 有没有解决 或者是有没有解决知道 未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改进 你协助这一些我们期待的这些好的人才回来台湾 主委 跟委员报告 就申请的部分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整合了 所以申请是不会慢的 但是就是他什么时候 你整合之后这个管理是在国发会吗 我们虽然他的系统是在内政部 但是我们国发会 每一个个案我们都会follow 从他申请开始一直到他取得这个就业金卡 然后之后进来以后 他在台湾的生活 他的配偶的工作 或者他小孩的这个就学的问题 确实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整合 来协助他们 有单一窗口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是确实比较不足的 那陈士俊先生的状况就是如此 所以他当时为了小孩的就学 还有他太太的相关的东西 甚至住的地方都需要我们提供协助 因为他七岁就离开台湾 对台湾已经比较陌生了这样 那因此我们像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单一窗口 来做一个整合 所以这六百四十一位 我们会每年会一两次的跟他们互动 了解他们在台湾碰到的问题 然后看看未来是在法规上协助他们 还是一些措施上面 或者一些做法上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整合 主要我想我们其实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发放所谓的就业金卡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就要考虑到 他如果真的要到台湾来定居 他所会面临到的这些问题 包括双语的使用 我们现在所有要填的表格 填的这些缝都是中文为主 对他们来讲 其实困难度是很大的 那再加上你比如说就学 他要找教育部 就业要找经济部 或者是找其他的单位 等于你每一个定居要找内政部 他每一个部会管辖的范围 你如果没有连向没有横向的沟通 或者是没有一个统整的窗口 来做主则管理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 这个困难是非常的大 那既然已经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能够期待国发会 尽早整合出一个单一窗口 来专责协助我们所谓的这些就业的 外国专业的这些就业人才 来台定居的相关事宜 然后在法令上该松绑的 或者是该可以怎么样做协助的 我们都能够以最短的时间 最迅速的方式来协助他们 我觉得把台湾的整体的就业环境 居住环境 法令环境能够提升到一定的位阶 这个对台湾将来是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我认为武汉肺炎这件事情 对台湾是危机 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机 是的台湾其实是一个 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而且非常的友善 很多的外国朋友都有这样子的表达 所以我们应该要打造更好的环境 那委员刚刚的建议 因为我们目前是有一个 contact Taiwan的单一窗口 是经济部投审会那边在处理的 但是就是说 后面的整体的配套的部分 或许有所不足 我们会再跟经济部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还是需要 国发会来做协调的工作 好不好 是不是能够期许国发会 能够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然后把这个窗口建立 好吗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 控文集委员致行 时间六分钟 六之二 主席谢谢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国发会 陈主委 好 主委 请 控委员 早安 陈主委 今天看了你的报告 是 这个全球经济成长力的预测 这个 OECD 这个大幅调降 今年全球经济成长 2019年11月预估的2.9% 降至2.10% 对不对 是 然后这个疫情 对台湾总体经济的冲击跟影响 这个是很大的 对台湾经济的成长呢 前年台湾经济成长力 是2.3% 2.37% 列低于上年的2.71% 这个是主计总处 主计总处 他在2月的时候发布的预测 还有一个IHS Market 这个是中国制造业延迟复工下 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影响将更为扩大 前迟的预测是2.4% 现在是2.1% 那如果这个疫情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那主委你觉得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力 还会不会下修 跟委员报告 其实未来的疫情确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 另外因为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中国现在它在 它不管是这个工需上面 都是占世界很大的一个比重 所以它的复工的速度 还有它的相关的问题 都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 但是台湾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要把我们每一件可以做好的事情 都能够到位的话 我们应该还有 还是有机会稳住我们经济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够过于的乐观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然后要努力 主济总处估计 假设疫情维持三个月 如果一直到事业的话 今年台湾经济成长力将减少 0.35到0.5个百分点 那如果疫情再持续 特别是美国这个 他们估算在未来的30天 可能是疫情的最高峰 那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很难讲 全世界几乎已经是 潜修性的一个感染 所以是不是这个成长力 还会不会在下修 我想到下个月 就这个月在发表的 不管经济景气也好 或者是在做预测 我们可以预期 还是会有可能 会有调降的可能性 我看那个报告 说什么台商回流什么 我觉得台商回流 对台湾的经济成长力 会增加多少 投资要到位 能够还是可以去算得出来 那比如说像去年 大概就2000多亿 大概已经都实际的 有去执行了 2000多亿有都在执行吗 对 经济部的资料里面是这样 对台湾经济成长力的贡献是多少 这个还要再去细算一下 跟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不管是公共投资 或民间的投资 还有民间的消费 大概这几块是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成长力 因为你们的报告 还是经济部的报告 讲说因为台商回流 对疫情的冲击 这个经济成长就稍微减轻 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 你认为台商回流 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是有贡献的 我们是说去年因为台商的回流 让台湾的经济 虽然全球都不看好 那时候中美贸易 但是因为台商回流 所以确实去年我们的表现是比较好 但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知道 那因为我们现在 就整个台湾的经济成长来看 一个受到疫情的冲击 一个是中美贸易战 台商的回流 对台湾经济都会有影响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那个你们的那个地方创生啊 地方创生 原住民族地区 列为优先区的 好像不到三分之一吗 没有 原住民族是全部都是优先区 就是全部列为优先区 但是已经送案的 已经送案的好像只有几家 一百 我的资料 优先区是几家 然后已经送案的有几家 这个讲清楚好吗 好 那个原民地区的部分 目前已经 昨天有一个资料 一百 一百多少 我们现在如果就全部的话 是有九十个 九十一个案子已经提出来了 这样子 那原住民有几处 原住这其中的原住民有几处 主委你跟我讲就是说 现在原住民地区都列为 地方创生的优先区 优先区对没有错 然后有几处 那现在已经报的有几个 已经报的像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 总数我没有特别把原民乡把它统计出来 不过大部分已经提案的都差不多已经都通过了 这样子 那提案是通过了 可是问题现在面临的是 最近 我举个台东县延平相公所 常常一个礼拜去 两三次去台东县政府开会 然后说国发会说什么 你这边有一件这个要修正 那个要修正 现在又变成纸上作业了 纸上作业 那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还没有推动任何一件 具体的成果出来 你们现在 现在虽然是录案的 但是呢 现在我都开会开会 已经来 这个公文来回好几次 那我们如果原住民地区 全部被你们这样子 这个书面作业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那你提案也是什么用 跟委员报告 他们的地方创生的计划 到国发会的时候 都是一个整合性的计划 然后呢 会有一些会涉及 其他部会的补助事项 那这一些部会的补助事项呢 就要看那个部会的要求 所以这个部会 我也有听到 有一些部会是有一点delay的 或者它的预算不足了 以至于它没有办法 及时的去协助地方 那这个我会再做一个统合 再去追踪 所以如果委员 今天如果言平的案子 让我知道 我会马上去了解说 言平还有哪几个案子 还没有到位 刚刚处长是告诉我 有一部分是水保局的经费 是要三月底会核定 那是不是就只有这一件 还是还有其他的部会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你这个地方创生计划 不要是变成 炎住民三中公所 都巴望着这个大饼 然后呢 化饼冲击啦 因为你们还要协调 各部会 找经费嘛 水保局啊 水利署核川局啊 对 你们国发会 还要跟他们协调 不过在我们 在我们那个平台会议 确认的时候 其实这个经费 都应该是已经到位 只是程序 还要走而已 是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因为这样 就耽搁不少 是 那别人都已经在 去年就已经提报了 OK 提报你们在审核 是 那后来呢 交代他们 还要开会 要修正 要修改这个什么计划 所以现在目前 还在纸上作业阶段 好 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来协助他们 尽速的去做一个 核定的动作 我这个 去年因为 一方面是选举的时候 他们的经费 有时候有一些条挪 所以呢 我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那我 今年我们赶快 我看差不多 原住民乡镇公所 大概都这样吧 真的吗 那我是没有听到 我是没有听到 原住民的部落 来跟我讲 地方创生到现在 原住民乡镇区公所 还没有享受到 你们这个所谓的 国家战略 这样的一个成果 可是 可是像屏东的太武乡 那个应该是已经都ready了 没有问题 已经在此 那我现在要请国发会 是 你把你所核定的 严住民乡镇公所 的地方创生计划 有具体成果的 好 就像主委讲的太武乡 是 那哪些还没有 嗯哼 那还留在纸上 这个公文作业的阶段 好 这个这个你们 你们要去帮 我整理一下 想办法要帮他们 诊断一下说 我这个乡镇公所 我应该要怎么做啊 好 你不要一直找他们开会 县政府找他们修正计划 好 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是这样 好 另外好 时间有限 那个里岛基金跟 这个花东基金啊 好 那个把那个 相关资料给我好吗 好 好 好 你们 这一两年的相关资料 就是 因为最近是 一个是三中 一个是五中 第五综合计划 我把这两个的 综合计划的 核定的内容 那个清测 送给委员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主委啊 刚刚您答应的那件事 等待会儿呢 我也要提 所以你就全部 发给我们的委员会的委员 好吧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请 郑明中委员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麻烦请主委 好 主委 郑委员找 主委找 有关会员疫情 对总体经济的影响 国华会 有没有进行相关的评估 因为本来GDP 今年 预估最新的 预测是2.37 它像标准 普尔 跟渣打银行 都分别 把它降为 百分之 1.9 也就是 它不认为 保二 有希望 主委 你的看法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一下 确实随着 这个疫情的 演变太大的 不确定性 所以 国际的机构 一直在调降 这个成长率 是确实没有错 那至于台湾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 还牵涉到 有个特别预算 主席总处 它掌握了 所有的数据 我想主席长讲的 应该就是一个 正确的一个数字 所以你认同 主席长的讲法 现今年 保二 没问题 是 好 另外有关 失业率 本来是3.64 您认为 失业率 会不会 大幅提升 短暂的 可能会 就是说 在疫情 冲击很严重的 这一段时间 或许会有可能 但是 我们现在 有许多的措施 开始去进行 老委会那边 应该会有评估 让这个失业率 不要再提升 OK 另外有关疫情 对产业的影响 第一波 当然是服务业 包括海音业 空音业 观光等等 另外第二波是制造业 像石化业 或者汽车 零件制造业 电脑周边 零件的制造业等等 第三波会是 有关服务业 制造业的广大员工 我要请教 国家会 主委 到底对总体的 各产业的影响 政府 尤其是国家会 也没有进行 相关仔细的评估 跟委员报告 因为相关的资讯的调查的部分是各个主要的部会他们在处理 所以我们会根据那样的数字来看来做一个评估 那我们没有实际去做调查 必须跟委员报告 所以到现在 也没有做整体性的评估 因为比如服务业 或者制造业 散播在不同的部位 散播到经济部 交通部 文化部 容委会等等 那 政府到现在 没有总体的影响评估吗 有 那评估的结果是什么 委呃 委员要需要 报告比较详细的 简单好不好 简单做说明 那整体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请处长 好 吴处长 来 其实我们之前有做对总体经济的影响评估 又跟主记统署讨论过 所以我们现在是预期 如果疫情持续一季的话 那影响是0.35到0.5个百分点 0.35到多少 0.5 OK 就是总体评估是0.35到0.5之间 所以是说如果影响是一季的话 是这样 好 往下看 那我的问题就是 您刚刚提到的 那您认为 现在疫情的延烧 会到第二季呢 第二季一定会到第二季 那可能会被延烧第三季 甚至到第四季 那你刚刚讲的一季 影响就0.35到0.5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相对就非常地严肃 非常地严峻 请问华卫有没有掌握相关的资讯 疫情到底会不会延烧到第三季或第四季 我想这个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估 因为那个病毒本身也可能会有变种的状况 而且还有很多不确定 我们没有办法去 我至少现在也没有看到任何的确定的报告说 它可能会影响多久 这个疫情的本身 至于说我们的经济的部分 其实委员大概也知道 我们知道在这一次 因为跟2003年完全不一样 已经是一个数位经济的时代 所以有一些人会受害 可是有一些人也可能因此会受益 那这中间会不断地去做调整 疫情延长的话 那些比较好能够去展现 能够协助我们经济成长的部分 可能就顺势逆长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一再地去做一个滚动的调整 好 另外请教您 600亿的特别预算 国会作为整个国家经济的策划的一个机关 或者智库 到底有没有评估过 这600亿会产生多少营收 到底可以协助多少员工 有没有做相关的政策评估 因为时间蛮赶的 所以整体的是各部会 他们在研理编列这个预算的时候 他们应该有提出来 那这个部分坦白跟委员讲 我们是没有一个整体的内涵 但是他因为这样的预算的投入 做了哪些都事情 会在经济上产生怎么样的效益 或者对经济成长率会有怎么样的贡献的部分 我们是有跟主机总处讨论的 好 那到底600亿对GDP的贡献会有多少 你们既然跟主机总处有相关的沟通跟评估 可以创造多少GDP 我们的初估大概0.23 好 另外这600亿 您认为能不能因应疫情的防治跟索困的需要 因为你要晓得前面讲到底这个疫情会延烧到第三剂 或者第四剂到现在看不清楚 那你防疫可以超前部署 那你到底索困或者振兴产业也要不要超前部署 因为假设只有600亿没有办法做到超前部署 所以我的问题是这600亿就国发卫来看 你认为够不够 跟委员报告 就是就后面的振兴的部分 我认为未来我们还可以在中长期的计划 甚至前瞻的二期的时候 我们再来把它补强 那现在万事莫如这个防疫级 先把防疫所需跟纾困的部分做好 后面的振兴其实它有一些还是中长期的 我们还是可以再来加强 那这一部分是不是到时候国安会会提出一套跨部会 因为这东西这个整个方案 跨了经济部交通部文化部跟农委会 到时候是不是国安会会提出整体的振兴方案 有需要的话 好跟委员报告 如果有需要院长指示我们一定会去提的 我是建议国安会有关纾困 跟振兴产业的部分 你们也要超全部署 这样的讲法你知不支持 我支持 好谢谢 好谢谢委员 好主席我们请陈明温委员资讯 好主席我们请主委 好请主委 所以你看这三张杂志的封面 等一下 提早一下 这三张大概都是几个杂志 都是在看随中国的经济 没有错吧 是 是没有错 你看 以国安会的立场 你就现在中国面临武汉会 整个经济的一个下滑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想因为中国目前 就是说还没有发生这个疫情之前 它是一个全世界的最大的 不是最大的 第二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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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 经济体 也是世界的市场 那确实没有错 它已经变成举足轻重 不过这个疫情 对他们来讲 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我想 对他们的减幅 现在 很多的机构也一直还在下修当中 我看起来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几个经济的 这些杂志 尤其是世界的一些经济学员 大概对中国的整体的一个经济 看起来都算是看衰 那当然我们是从中国跟美国的 中美贸易战开始 我们看到了台商买家事 撤退中国 甚至于这个逃到东南里 甚至于到台湾 所以我们基本上台湾 已经台商回流 已经有将近7000到9000了 现在到底破多少了 已经到8000多 8900多 快9000亿了 就是要上看9000了 所以看起来这一次的 这个中国这个武汉会员的大爆发 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 所谓主导的供应链的地位 将会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要请问这个主委 你认为这个美中的贸易战 加上武汉的会员 对于台湾的经济 会不会是一个环转的一个机会 美中贸易战 我们已经可以很确定的 其实对台湾反而是一个利基 我们去年的经济 那个成绩非常好 那武汉疫情对来 对我们当然会有冲击 而且过去我们有一些产业 因为产业链的关系 或者是市场的关系 还是会受到影响 不过我还是觉得 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真的没有悲观的权利 站在我的角度 我看起来就是 美中贸易战 发生以后对台湾都有利 在中国的经济 看起来现在 武汉会发生后 对中国的经济 减加 看起来 所以看起来 对台湾反而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环转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说危机是转机 但是看起来不管是OECD 或者我们中央银行 最近的整个经济的衡量力的预测 我们还算是一直在往下滑 没有错吧 是 那你的看法呢 我想因为疫情的不确定 所以大家这些机构 都会把它调降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不过我们不用去管这个GDP的问题 我们要看我们能做什么 但是是这样子 主委我现在要说的重点就是 你是国家会 是 看起来台湾的经济 在大环境 对我们是优利的 虽然感觉我们现在面临的 这个武汉会员 在台湾的经济上会冲击 但经济基本上的一个情势上 是对我们算是有利的 那这个有利的情势 跟现在面临的这一种 看起来是对我们有 经济冲击的一个情势 我们要怎么去寻找 我们的一个平衡点 如果能够发挥 我们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我想这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经济部级里面 你必须要去 是 要去注意的 尤其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 不关系这个租通信 租通信这个产业 也非常强 包括我们的什么 南数位经济 我们的半导体 所以共产 对我们台湾共产 我们现在未来 算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体位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 重点是说 在这一次的 防疫的过程中 我们不只是在哪里 不是在医疗防疫而已 我想在整体的 不管是政策面 金融面 我们是应该要一起来做 做这个防疫的一个作战 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所以我特别要在这里提出来 尤其现在我们整个防疫的一个 这个特别条例通过 现在预算 正在审议当中 那当然我们今天 我们先看 你看到600亿 刚刚有人提到 600亿 够不够 这一点也是 国外必须要提早 去做 做应应的工作 包括 现在我们在谈的 这个 迪欧的这个 迪欧券 振允的一个 迪欧券 20亿 够不够 在经济部 大概有35万 整个商家 是会 受费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现在 预算正在审议 但是我还是觉得 看起来 在SARS也好 或者是在马英九 政府的时代 消费券的3600万 每人3600块 这个算是 看起来 整体的 我们的GDP 算是有帮助 没有错吧 消费券其实帮助不大 但是那种的消费券 它含我们的理由 理由 算没有 没有做挂钩 所以看起来 刺激整个消费的一个 效果 不是很大 但是是有 所以我今天在讲的 就是说 这10亿 要如何去用 我想这个部分 是应该要好好 来做思考 尤其是 尤其是 你知道有搞吗 20亿有搞吗 这是必须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 特别提出来的 20亿 如果是没搞 我们要不要到 未来要应应 加到100亿 我想这次 我特别在这里 特别提出来的 希望 这个国会应该要 提早应应 看起来就是我们三月份 如果万一 我们整个疫情 没有缓和的下来的话 那未来的全球 大爆发以后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台湾的经济会 冲击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我想这都是我们 我们大家在环乐的事情 好 最后一点 我想要在这里特别提到 我们在这一次的前级 总统也特别提到 所谓大南方 大发展 南台湾的一个发展计划 那我要请教国会 那这个计划 到底现在 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 跟委员报告一下 现在由张景深政委 正在跟各部会召开 这个协调的会议这样子 那未来 国发会应该 这个计划大概 我们的计算规模是多少 目前还不知道 它是在预估当中 因为到底哪一些项目 也最后还没有最后确定 我们主要的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 就是整个台湾的发展 不要以北部为主 应该要由南部 能够让它整个均衡发展起来 主要是要促进 这个区域的一个 平衡 没有错吧 没有错 然后是利用 就是陈如委员的简报上写的 要用聚落的方式 来带动整体的发展 我们既有的聚落 让它能够更有加成的效果 我听说 2月份的时候 张景深曾经邀请各部会 来这个规划的一个 这个研究 目前是一个一个部会在谈 好像看起来 听说了 张景深对各部会所提出的这些 这个计划方案都不是很满意 政委没有跟我说 所以听说 听说都有在 还在 还在 还在延期 那这一次的疫情 如果这样演下去 不知道要演到当时了 我想我们正常的工作还是要做 正常的业务还是要推动 所以这个计划我们会 还是积极的在做处理 过去是嘉义 在台湾的一个地理位置相当尴尬 是 还不说中部还不说南部 还不说南部 你说中部 我们像有时候都公告分任 做中部 说南部都由台南开始算去 叫做南部 所以嘉义实在是不中不南 那到底这一次的南部 大南方这个大发展 这个计划里面 到底有没有包括嘉义 有 确定有吗 有 所以也就是说 是从哪里界线所谓的南部 我想这一点也必须要很清楚 因为嘉义基本上过去 坦白讲 在台湾整个重大的一个建设计划里面 都被遗忘掉 那这一次如果真正的能够纳入 算是对南部地基的县市是一个福音 尤其是穿嘉义 那我要在这里特别提醒 不管是国外未来或者未来的这个张景森 郑伟所召集的会议 我想不要只要邀请各部会 应该要请南部地基的各县市的县市长 那么提示他们的一个整个地区的一个县市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计划 我想这样子的话 在对整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要 轻易经济发展 才有实质的一个参考方案 我想这一点是不是 好 公委员报告 有请南部的县市政府 一个一个来讨论 我想这个 大南方大发展的南部 这个南台湾发展这个计划 对这个总统提出以后 可以说南部地基的民众都相当相当的一个期待 我们希望国外会也能够做好这个幕僚工作 那么特别对于嘉义县 未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定位 我想这一点 也希望在整体的一个发展规划当中 希望好好的 这个替这个南部地基 尤其我们嘉义 好好的来考虑 谢谢 好 谢谢委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麻烦一下主席 请下我们主委 好 主委请 主委好早 主委好早 我刚才去高楼刚才下来 所以不好意思 来我请教一下 我们国外会为了国土发展 我们就曾经推动海洋 海洋经济整合的发展构想 我之前我在这里问过那边 就是包含着我们的大鹏湾 东港小琉球叫做黄金三角 但是现在我要请一下主委 特别到时候要特别帮忙 我们大鹏湾的海域 我那天又特别去跟我们 鹏管处的处长去那边跟他深谈 我们有发觉到确实 他们也在那边很用心的在做 但是他们爱移经费的问题 在整个政府应办事项里面 却没有办法照原本的预期的一个进度去做 我在这里先要拜托主委 可以的话协助整个 鹏管处他们那边的经费 应该要去宽列 包含着他们的苏郡 郡蟹案 因为大鹏湾是一个戏湖 所以在他们的整个的整治里面 包含着要包含着英外面的水进来 然后包含着整个浚械它的水流 所以要请一下我们国务会 能够特别注意我们大鹏湾的一个 整个的发展的经费的宽列 这个要请我们国务会协助帮忙一下 我给委员报告 大鹏湾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平台 因为就是过去有一些地方 水流的问题水质的问题没有做解决 所以我们后来把这个就整合了 谁应该负责哪一些业务 然后要做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帕通的污水处理 等等那些都有在做 那大鹏湾风景处 可能他自己没有提出单一的计划 所以他的预算就不足 那我会来跟那个现在的处长 跟他沟通一下 处长他是很用心 所以我希望说 既然在这边我提出咨询 我们看到能够有更多的经费的一个宽列 能够让他们在整个大鹏湾里面 我们看到实质的发展 不然整个东西 我们那些乡村都在乱坛 从刚开始成立以后到现在 没有看到很快速 而且真的很实足的一个进步 主委这些特别拜托 另外给委员报告 这个会纳入那个大南方大发展的计划里面 我刚刚要讲 那大南方的这个计划里面呢 他们有提出计划争取 这个要请你们协助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么 我受最重要的是说 一个地方要发展 我在这边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我们都希望说短城乡 说短南北不是口号 而且要发展偏乡 我们主席很认真的在听 他是圆明 他希望说真的包含着圆明的偏乡 包含着我们南部也好 我们都希望看到始祖的发展 好 那现在之前我也曾经咨询过的 就是捷运 高雄捷运的红线跟局线 我现在问一下主委 主委 我们的红线现在到底 定案了没有 到底未来要怎么做处理 是不是就是如同所讲的 从林园 然后新园 林园 由于小港林园 还要把我们平东的东港 新园 大鹏湾 然后要把我们的丢标 这个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家里乡亲都在问了 红线到底有没有问题 委呃 您提到的是要延伸到东港的部分 对而且 苏贞昌院长也讲过 要延伸到我们的潮州 这些交通部 今晚地严提可行性的评估 是 我希望这个对我们平东的发展很重要 好 除了这条红线 我也请主委您特别留意一下 还有一条叫做局线 你现在可以从图面看到的 没有经过万丹 当然这条还没有定案 我又跟主委讲的就是说 我也希望说 你会可以 替我们倒公园啦 因为我们平东县的人口外流 一直呈现非常严重的流失 为什么大家在屏洞住不住 不是屏洞买 屏洞有好山好水 是怎么大家留不住 之前人家都在外观 本三岁的立委 真减得出两岁 因为我们没有便利的交通嘛 大家住不住嘛 然后呢 大家就会外流到高雄去 所以 我们平东县的乡亲 一直期待高雄的捷运 红线跟局线 都能够延伸到我们平东来 这是包含我在这里做三次 这次第四次立委 我跟人 也要再拿出来在说 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得不带关爱的眼神 这个不是用所谓的经济做考量 这是要所谓的平衡区域的发展 好 那刚才讲的这条局线 主委 我是建议你们在考虑的时候 也希望你们能够纳入评估的时候 希望能够延到我们的万丹 绕到我们的万丹 再进入到屏东市 不然万丹 一个这么多人对我们屏东来说 他是第四大一个一个兄弟 但是却没有办法绕进去 主委 这个要请你们帮忙多注意一下 可以吗 好 那个委员 因为我们都要先进行可行性评估嘛 那我们会希望他们把它纳进去一起做评估好不好 那我们就把资料也给你啦 因为未来真的还需要我们国外会多帮忙啦 好 那现在我要进入到一个议题 就是说我们从潮州到访辽 到榜辽啦 我们的铁路高架是到潮州而已 但是我们你知道吗 从潮州到访辽的铁路平交道 隆重有几个 这给你靠没意思啦 我跟你讲 有19个平交道 那你知道吗 现在其他的县市都希望能够地下化也好 但是我们从潮州到榜辽 要有19个变高桌 单单一个访辽箱 你知道吗 一个访辽箱就有7个平交道 是吗 没有这种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 我们能正视到这问题 当然未来我也跟交通不说 但是我是希望在这个规划的时候 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到 正视到这个问题 委员你可能因为 这个就是我们交通部有一个 那个铁路立体化的一个计划嘛 可能地方要提出来以后 他们才能够有立案 因为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 有这样的经历的案子 我知道当然没有 我今天为什么在这边提出来 是因为我要跟你说 这一个地方平交道越多 一个乡里面 你没办法去想象的 是说我们一个乡里面 竟然就有7个平交道 这样看多少 我在选举的中间 只有在那个乡里走 这边走过来 叮叮叮叮叮叮叮 起到左边油又叮叮叮叮 你看我们访辽箱的乡亲 要浪费了多少时间 在平交道上面 而且不只是时间 而且最主要还有生命的安全存在 好 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很多乡亲都给我们欢迎 我们能不能去考虑到一点 就是说我们为了国土的均衡发展 可以为丢丢产增设一条快速道路 延伸到恒春 因为你都知道 在房両那里都开车了 所以在整个南部 湾屏東的南部的乡亲 都非常的期待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议题上 带回去研究 希望能够从潮州到恒春 能够有一条便捷的快速道路 快速道路哦 不是梯路哦 因为这样才能够解决交通的问题 也可以缩短时间上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损失 所以主委 这个这里特别拜托一下 好吗 好 这个部分 一定好像已经交代交通部 要去拼高了嘛 好 因为这真的啦 没见到太差了 不然说像你们 要请你们来屏東 我如果要请你们来乡村 不要说我自己的选择感觉好 你们也感觉很好 我屏東是好地方 我很喜欢 对啊 屏東好地方 问题是什么 好地方有好山好水 要叫大家来 大家都想太好 我们乡村 这次228下期 人潮也很多 对啊 就是塞车啊 所以我们希望能缩短时间嘛 如果能有一条快速道路 直接可以从潮州 直接拉到恒春去的话 那你想 我们时间可以缩短多少 好不好 这个就是为了说懂我们的城乡差距 来所提出的一个建议 主委 这个要特别拜托 好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翁从军委员自信 好主席 请那个陈主委 好主委请 欢迎 先 varies 陳主委 其實能夠當國發會的主委 對來說是一種挑戰 但是也是一種非常 非常光榮的事情 因為過去國發會 其實我們都說他是一個小內閣 包括所有重大建設 幾乎都要由國發會去做主審 然後做一個審查 再做決定 所以原考會過去扮演的角色 反而沒有國發會這麼重要 這大中間 尤其國發會我們看到的 就大家外界在批評的比較多的 還是所謂的國發會的基金 去轉投資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主委 有機會做這件事 做這個節目 當然對國家整體上的重大發展 有一個長遠的 而且是永續的 發展的一個動畫 這個當然很重要 但是對於外界一直在詬病的 你所謂的投資基金的部分 要怎麼樣能夠做創新 或者做創投風險性的投資 甚至對國家產業有一個引導性的 一個發展 這對你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我剛剛看了一下 你覺得整個 整個以前所投資的 大概有9136億 那今年 你還要再準備在 增加投資 2260億 大概我們大概 投資的金額 將來你是希望能夠達到 一兆以上 一兆一 大概是這樣子 那是累積 對對對我知道 我們整個累積總數 但是我想請教你的 最近的五個案子 大概他們一個是講到保德的部分 一個保德嘛 第四十案 一個是講到四四的儒星 一個是講到四十九的東貝光電 然後接下來是講到台氣營的 我現在不曉得你累在什麼地方 台氣營 還有一個業界和這些補助 大概 我最近看了一下 大概有這五個 外界在詬病的這個投資案 或者是補助案 你不可以用這個機會 跟我做一個說明 好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是 投資它一定有它的風險 那國發基金 它是負責的是一個策略性 對國家的整體產業的發展的一個投資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並不是以追求利潤做我們的導向 那它有一個扶持的功能 那剛剛委員所提到的幾個案子 其實媒體都有一些誤解 我們也都發了澄清稿做了一些說明了 所以我自己是蠻坦蕩的 因為這些投資案 有一些不是在我任內完成的 那現在大家在關注 哪幾個案子是在你任內完成的 在我的任內的只有 還有那個iDrip的我們的天使投資 其他都不是屬於你的 對 對 剛剛委員用補助 其實iDrip它是一個我們是給它天使投資 那如果您提到的補助的部分 那有一部分是經濟部的中小企業處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像說投資就是頭剛才說的這幾案裡面 那也是只有天使投資 我們對新創的投資 那個是在我任內完成 是去年我們投資它沒有錯 這樣子 我想 我當然還是沒有完全看到你這些新聞稿 或者是你對這些 成親的東西 所以我想 你可以不可以把 麻煩你把這些你的新聞稿 跟你整個來龍去脈 當然你說 說拿出來是只有一個天使投資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你做投資 你的原因或者依據 或者是你對於這個投資 你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大概你把這幾個案子 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好 我們當然不是說要你做這種投資 就非要賺錢不可 像東小台氣營的那個政治募股呢 台氣營的部分我們是一個政策性的 因為財政部認為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扶植中小企業的這樣的一個政策性的銀行 那所以 這個是在你任內嗎 是在我任內 不過因為他的案子是 財政部簽給行政院同意以後 由我們來負責投資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政策性的一個配合的工作 當然你是做執行啦 但是整個國發基金裡面 它基本上它還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比較希望是創投或者是創業創新之類的這樣的投資 我們現在的方向比較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像這種比較傳統的 傳統的製造業增資的部分 增資任股的部分 其實就是國發基金來做投資啦 這個倒不見得 這個也是見人見智 不見得大家會去接受這樣的案子 對 陳如委員講的確實是見人見智啦 不過因為國發基金它本來就有一項是要來配合國家的政策的發展的需求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確實有些這些搭配的部分 因為沒有什麼國家發展啦 你說任股會促進國家發展 這個倒也沒有人在相信啦 你說你任一個台積營的政治募股就能促進國家發展 因為它就是要配合政府的政策來做政策銀行這樣的概念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當然對於今年的你2260億的 你準備增加的投資 這個補分 包括其他的投資的部分 你大概是你是 226億 226億 應該是226億 226億 但是你其他投資的部分 這個其他投資的部分你佔了比較大的比例 大概佔四分之三左右 153億 當然在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希望你有一個比較嚴謹的審查方式 公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的心者是三階段 要先做政策的評估 然後再做投資的評估 最後才叫管理會做確定 所以我們的過程是很嚴謹 而且我們在投資評估還要請四大會計事務所 或者相關的專家學者幫我們做這個財務的評估等等相關的 最怕的 我怎麼最怕的怕說你 這種投資是高大的 或者是跟巡視的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們最擔心的是這個 我知道在這裡當然講不會 這種經營很多 過程你對我有信心嗎 過程你這麼固態不知道什麼經營 但是你今天做主委 我們當然對你有一些期許 希望你嚴格做把關 最好 我在想剛剛大家在談到大南方大進步的事情 你剛才有談到高鐵要延伸 或者是我們的鐵路高教化 我最建議的 這邊的我還是要再一次提出來 大南方大發展 不能把嘉義給跳過人 沒有 有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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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裡面到底是多少 我很簡單講 這次在整個嘉義的競選過程裡面 最嚴重的 是最最苦 就是最最人的願望 其實 嘉義是鐵路高教法 包括這邊嘉義官的民用鐵路高教法 和水上鐵路高教法的問題 其實 都是當年 那時候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提出來的計畫 當然我這一屆 我上一次我就有退休 大家繼續把它完成 我們都樂觀其成 這些我都接受 但是最上 這個最上鐵路高教法的部分 你用一個大平台去取代 我認為 齊齊以為不可 我希望 我要為你進一步 你這個部分 大南方大發展這個部分 水上鐵路高教法 不可以說在大家的地區 只能在一起跳過人過 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希望你跟交通部 是不是就這個部分 人家進一步 看要怎麼解決 水上鐵路高教法的經費問題 可以來得 地方的民意 請我們每次接 好不好主委 好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大南方大發展的部分 他是用產業聚落 所以交通建設的部分 可能沒有放在這裡 所以你在關心那個問題 交通部隊這幾個月 我會把您的意見記得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重大建設計畫 你過去的建設計畫 現在的國發會 還是要去做 做一些條件 你還是要做一些規劃 大建設的部分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謝一份我言 好 有請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主委我看到我們紓困振興條例裡面 好像沒有國發會的角色 但是國發會其實是我們台灣經濟發展 跨部會協調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會 那我想請問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好 因為那個是要編預算的關係 那個預算本身還是要有他們有主管的產業 或者相關的那個 那國發會畢竟我們還是一個計畫的這個規劃審議的機關 所以我們沒有這時候 簡單來講比較通俗就是我們的顧客群 應該是沒有這個需要 所以你也有協助我們院長來規劃 有 如果您講的是規劃的部分 就是院裡面在召開這種跨部會的會議 有需要的時候會找我們去 我們就有參與 那所以剛才本席在那個紓困振興預算聯席會的時候 我有問到審部長 他說整個紓困計畫 就是我提到就是說整個紓困預算 它是有600億 那對台灣未來經濟成長復甦的力道為何的時候 他就只提到說他們經濟部裡面有204.91億 那裡面好像有90幾億是對於復甦部分 有相關的幫助 可是其他的部分都是在紓困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我本席認為 我們現在這600億的預算 如果沒有發揮到更大的陳述效果的時候 這其實都是未來我們指指出說 應該要共同負擔的債務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子讓它發揮更好的效益 那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各位報告這個特別條例或者這個特別預算 它有一個執行期限的限時法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所以雖然它有把振興也擺在裡面 這個就是因為疫情的長短 是不是要開始啟動這個後面的重建跟振興的部分 不過未來的振興一定會納入我們的中長城計畫裡面 再去益助相關的經費 而不是放在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因此委員所擔心的是說 會不會這600億就沒有辦法讓台灣的經濟能夠穩住 應該不會至少它在疫情這一段期間的最危險的期間 它可以有這個發揮穩定我們經濟的一個效果 但是後面一定還要再銜接中長期的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計畫 對這的確是我的疑問 因為整體的紓困振興方案裡面其實都著重在紓困的部分 可是現在我們因為台灣的疫情相較於其他國家是稍微和緩的 相較於我們臨近的或者是我們的就是在外銷出口上面的競爭的對手國家等等的 我們是相對和緩的可是未來世界會來比較說經濟成長復甦的力道 那到時候現在大家給陳時中部長打很高分 那主委你認為你到時候會幾分 應該是這樣就是現在是在防疫的期間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防疫做到滴水不漏或者做到最好的一個成績 那接下來還有因為在這個防疫期間內會受因為政府的一些措施 或者因為整體的狀況會受到影響的產業 我們一定要讓他有喘息的機會 尤其他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可能因為這一個不管是製造業的產業的產業鏈的問題 或者是服務業因為生意內需需求降低了以後以至於他就沒有生意 等等這些受影響的我們都希望在這個疫情的還在發展的這個期間內給他紓困 紓困就是讓他喘息讓他不要因為這樣子而跌落能夠維持一定的那個 所以各位委員一定可以看到我們的所有計畫裡面包含融資啦 包含這相關的補貼 所以當初你建議我們院長他的部分就是整個紓困振興方案其實著重只有在紓困 而非在未來經濟付出成長的部分 應該說這一次院長有特別提到這一次我們的這個條例跟SARS不一樣的時候就是我們多了振興 那多了振興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SARS當時候只影響一劑而已嘛 一劑的這個經濟成長 那這一次的武漢疫情看起來比較嚴重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防衛的好 是不是有可能疫情會提早結束或什麼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部分放到振興 這疫情會不會結束應該要是全球的整體的發展 沒有錯沒有錯因為這個WHO有一定的標準 目前你有檢視我們國內的生產的動能 以及你知道現在例如像我們看到那個switch他缺貨這個問題 因為過年前除夕的時候我只是才去加勒服買那個switch 他有買到switch 結果在元宵節的時候有大學生就跟我講說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買到switch 代表說這個有可能就是在大陸生產的關鍵零組件等等的 沒有辦法供應的時候會造成全球的一些通訊資訊產品的缺貨等等 那你們有沒有評估過在大陸的這些關鍵零組件 未來他們會移往何地去生產 是不是有辦法可以移回台灣 那這對台灣是不是一個策略性的產業發展 主委你可不可以回答 如果就產業面來講我們會這樣的建議 所以如果他的這個產業鏈裡面的需求 還是需要有一些人口人力的部分的投入 才能夠去完成的 那或許他們就移到東協的國家 東南亞的國家 他們人口紅利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如果是屬於比較高階的製程的部分 需要比較knowledge的部分 他們就可以移回到台灣來的 那我也跟委員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也有一個新創的業者 他當初在過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裡面的一個component 是當初在大陸生產 以至於他的貨就完全沒有辦法出 可是他很快的時間 他就在台灣找到了替代的廠商 可以幫他出這個零件 所以他現在已經就可以恢復生產了 而且這個需求量也慢慢地在提升 所以個別的廠商會因為他的這個供應鏈的不同 而會去做不同的一個調整這樣子 因為除非你剛才提到的 都是就人力的 就是產業的那個勞動力密集的程度與否 來決定說是不是要移回台灣 或到東協 其實在這個出口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我們的關稅的問題 那你不會認為說我們台灣的關稅 應該未來要有什麼樣子的規範 你應該要建議給院長 甚至是總統 其實即便沒有這一次的疫情 我們都期待我們在區域整合裡面 台灣能夠加入 尤其我們很努力的希望能夠加入CPTPP 這個我們也一直都持續在努力當中 所以你現在沒有更加速的動作 或者是更積極的動作 因為畢竟你這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疫情對我們是危機也是轉機 我也非常認同你 可是你應該要就這個轉機的部分做更多的努力 好 委員因為今天的報告時間比較有限的關係 所以我先把台灣的優勢的部分 就是我們數位轉型的部分提出來做報告 但是相對的整個全球貿易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加入這個區域整合 確實我們也還在努力當中 這個工作有不同的政委在負責 其實我們都沒有間斷 即便疫情在發生也都持續在進行當中 我希望是可以加速 是 好 謝謝委員 好 接著我們請蘇智芬委員 主席我們是請陳主委好嗎 好 主委 主委好 主委我們今天來談到就是你有提到 你今天的業務的主要報告是放在數位經濟嗎 是 提醒主委有關於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的話 去年的話 主委自己在主導我們雲林毛巾的產業 那請主委就繼續關心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 新創的那個電商平台已經跟他們在合作了 好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好 那 主委 我們今年的肺炎的問題 武漢肺炎 那整個的防疫企業的話 其實做得相當的不錯 是 相當的不錯 就是 包括國外的話 也對台灣的話也刮目相看 所以在數位上來講 我們疫情的即時的脈動 還有口罩的地圖 還有我們因為提供了詳盡的資料 所以這也穩定 穩定大家對疫情的了解 還有政府的做法 所以這個對穩定民心的話 也起了相當好的一個效果 當然媒體的話有很多的報導 比如講說經過這一億完以後 台灣的話 不但向全世界 就展現了我們紮實的 防疫的這種能力 那公民的能量 也跟政府的一些データ的資料 那就很快速的凝聚 是 那我們也把民間的這種能量的話 也帶進來 大家共同去面對這回的武漢的疫情 好 那 主委的話 那你在今天的業務報告裡頭 有提到說 數位的國家的發展的願景 這個全景來講的話 你有資料的治理 還有包括數位升級 還有軍衡台灣 所以今天的話 我想focus就談到 資料的這個治理 這個資料的治理 還有包括我們如何法治化 然後如何去軍衡台灣 當然我相信來講 就國會的資料裡頭 也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開放的進階的行動的 裡面有提到 促進公民參與的第一步 好 那促進公民參與的第一步 一定會牽涉到法 那麼法 到底怎麼樣的規範 資訊的公開 還有資訊如何 如何治理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跟民間的產業做接軌 我想所有的我們的 所謂在談到數位的話 到最後的末端的話 一定 產業嘛 跟產業相關 沒有錯 那麼因為數位化了 那麼這個產業的話 也帶動了 就是五眼佛界的很多的經濟 經濟的樣態就會出來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的話 如果有我們的開放的一些 一些 data的資料 那你如果透過開放 然後創造經濟 那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那主委 你對open data的話 跟big data 你覺得它的差別是在哪裡 這應該是兩個事情 那個big data大數據 是因為我們在數位經濟時代 能夠擁有很多的數據 透過這個數據 尤其你要發展人工智慧 或發展很多的跟這個運算有關的 你必須要靠大量巨量的資料 而這個巨量的資料的分析跟運用 可以幫助我們的決策 也可以提供產業很好的動能 比如說我們過去 我們都只講自動化 現在我們都講智慧化 為什麼?因為它要連結它的IoT AIoT去連結 這個才是大數據 那open data是我們希望 政府所釋放出來的資料 能夠機器可讀 而且是可以有規格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資料因為機器可讀的話 它就可以大量的去做分析跟運用 那這一次的口罩地圖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有很好的 已經提出來的資料集 透過好的資料集 它就很快可以去整合 來做我們所需要的需求 去提供一個服務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有相關 但是不能夠說是它是相等 委員這邊寫的這樣是對 好 那麼主委 你認為台灣目前 就是數位化的進度 從open data 然後要走到這個大數據的時候 你認為的話走到了沒有? 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因為我看了 比如說 地方創生的資料庫 這是TESAS的資料 對 那這個地方創生的資料庫 我們頂多只能講說 它是一個什麼? 是個open data 他們現在所凝聚出來的 我覺得它這個是一個資訊的公開 那所以非常謝謝委員 其實我們這個資料 還是沒有辦法即時 或者是能夠更快速的去把它 把新的東西或需求把它整合 所以我們今年也希望 我們這個TESAS的系統 能夠把它轉換為 可以用共同協作的方式 讓它能夠更即時性 更新 而且大家的運用的時候 能夠更切合需要 好 那我們提到大數據 然後到6VS的這個眼鏡 這個眼鏡 比如說 由這一次的話 口罩地圖的有感的運用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目前 目前的話 國發會的 去主管這個業務的話 不曉得有沒有體驗到 體驗到 我們是順水推舟 然後去推展 去推展的數據庫的 你要如何去運用 還有包括來講 目前的話 符合大數據的3VS的應用 到底目前是怎麼樣 哪個企業有 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open data 然後走到的大數據 然後怎麼樣的眼鏡 那目前我們有沒有主動 跟氣候有些案例 有運用 還有比如講的話 大數據的6VS的眼鏡 台灣有沒有跟上這個腳步 我是想跟主委 這探討上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看到的話 就比如講的話 這財訊也有提到 就是江明中的話 就是說 我們以前在Govern 那個0V這裡的話 那有一系列的開發 對對 那 資料來源一直很凌亂 所以這個就提到 你剛剛有提到的 資料的治理嘛 資料的治理 資料來源很凌亂 還有很多的開發者 他必須怎麼樣 他必須 如果你要跟我們的open data 要做接軌來講 他必須花很多的心力去清理 那還有的話 牽涉到跨部會 所以我們這回的口罩 我們就看到跨很多的單位 跨很多的單位 把數據整合完了以後 那民間的話 去把城市的話 把它建構起來 好 那我們也提到說 如果政府的資料開放 我們的難題在哪裡 你資料你要開放到 到什麼樣的地步 那隱私權呢 我們就考慮到隱私權的問題 考慮到資訊安全 又考慮到說 資訊透明背後 到底壓力在哪裡 那我們資料開放的數項 雖然已經高達了 有兩萬四千項 但是開放能量的主動性 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大家 還可以再討論 好不好 好 還有比如說 我們要這樣 我們怎麼樣的話 是跟民間接軌 然後比如講的話 民間的運用來講的話 意願希望他們能夠提高 這個地方有必要的話 就是主委你要去思考問題 即使我們資訊的公開 我們也不必太擔心什麼 因為畢竟 野心就會去制衡野心 這個大概就是 全世界大家公認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制衡的 一個平衡的厲害關係點 所以我們在考慮到 資訊背後透明的話 以後的話 政府可能會有些憂慮 不過我們再轉過頭來看 就是在你手上的話 資訊公開法 我們建構的第四條 中央地方各級的機關 其基本其設立的實驗 包括研究文教 醫療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 有沒有 政府機關委託的顯示 公權力的個人法人 還有團體 在本法適用的範圍內裡頭的話 究極受託事物的話 視同政府機關 這些資訊都應該要公開 好 這些公開的話 有什麼樣的好處你知道嗎 我這邊再跟主委交個意見 資的資料跟資的權利 它的差別又在哪裡 我想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大數據 或是看到一個 一個open data裡頭 它是一個資料 但是這中間牽涉到說 人民的權利 資的權利 這個資的權利 就有些很厲害關係的 資訊的話 就必須因為很有治理 很有系統化的整理好的話 讓產業可以 可以節省到很多的力氣 然後可以協助它的產業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我們在看到的話 新創的產業 我們怎麼樣媒合它的平台 大數據裡頭的話 它的資料的量 輸入及輸出的速度 還有包括它的真實性 還有它的深度跟廣度 那可以應用到產業來的話 可以解決它什麼樣的問題 解決什麼樣的產業問題 解決誰的問題 還有如何解決 還有什麼時候要解決 用什麼數據的話可以解決 新創的產業沒有的平台的話 我們是覺得是這樣子 你見過什麼平台來講的話 包括產業也回饋給政府的 政府的data的平台 沒錯 所以這個怎麼樣 具有這個雙向 我想這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大概累積了一個 一個產業的六大面向 就讓主委參考一下 比如講的話 我們小英政府在推的能源的開發 那麼能源的開發的話 針對這個產業的面向 我們建構的大數據裡頭 能源的開發 就這個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的資料齊不齊全 還有技術的服務業 還有包括環境治理 還有環境的改善 還有包括醫療服務的產業 還有農業的高質化 我意思就是說這些資料 如果要建立起來的話 才能夠達到一個資訊 資的一個 然後到一個 我們通常講說 老百姓有資的權利 所以一個資訊的提供 包括到資的權利來講 這中間的過程 也就是一個數據的公開化 還有數據的系統化的整理 這個東西都要去 都要列入考量 所以我看到地方創生的平台 提到這些的話 我就覺得那是一個基礎的資料 等於講當然是一個資料 那怎麼樣變成一個產業的話 或者包括產業的話 人民公企產業 還有人民的話 一個資的權利 然後可以運用到產業來 我想這個是比較重要的關鍵 所以這邊就提醒主委的話 是慢慢的話 我們把它建構起來 這樣好不好 所以比方說 如何的均衡台灣的話 我覺得主委的話 在這個面向來講的話 的願景都夠 高度也夠 也跟時代的話 跟時代的腳步裡也都有接軌 但是我們國家未來的話 六大重要的發展產業 怎麼樣去均衡它的話 當然的話 數位就很重要 是 沒有錯 對 所以就請主委的話 我在上頁裡頭 有提到 這些產業面 環境的治理 我提到環境的治理 我再跟主委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在說 環境的治理的話 像雲林縣台塑 他的空污的資料 他的水屋的資料 還有他的廢棄物 如果把這些的話 就是都因為透過環境的治理 取得這些資訊 然後都能夠公開的話 那會很不一樣 好不好 大概這個產業的六大面向 所以以後我們看到的話 希望的話 我們的數位化裡面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六大面向 怎麼樣慢慢的建立這個data 好不好 好 那有它的大數據 這樣OK 好不好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面向的大數據 後面的產業的話 要怎麼發展出來 來講的話 我就相當的憂慮 好不好 非常重要 這是未來的經濟的最大的資助 就在這個產業 對對對 最大的利息也會在這邊 好不好 主委加油 謝謝 請陳超明委員直選 好 誒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列席官員 大家好 首先有請 口號歡迎陳志衛 好 陳志衛 陳委員早 陳主委早 剛剛聽到幾位委員 談到蔡英文總統 在選舉期間 說什麼大南方 大發展 南台灣的發展計畫 那我選舉期間很忙 這個新聞沒有注意到 現在我發覺到了 那請問 我們的陳主委 大南方 大發展的範圍到底包含在哪 幾個地區 跟委員報告 當時候的記者會是說 是佐水系以南 佐水系以南 就是你們常常票贏的最多的地方 所以要好好的照顧 對不對 去區域均衡 可以這麼講 你講的區域均衡 為了區域均衡 好 那現在 我也發覺到 我把新聞稿練一練 他說要以 記錄 交通 產業 觀光為四大重點 我給你看看 這個就是你國華會 地方創生最重要的四個項目都包含在裡面 陳主委 你的職權覺得有沒有被剝奪掉 你國華會的職權是不是被張警生委員去剝奪掉了 這個差不多一樣嘛 就是等於南部的 大地方的那個南部大南方大發展的地方創生再造本對不對 是這樣嗎 我看起來跟你們三款的 你怎麼經常噴來噴去 讓我殺到不殺 三個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 他是用聚落啦 對啊 你們下去也講聚落也講 雖然總統在那個地方選票師的新直縣 苗栗縣 藍頭縣 藍頭縣還贏 還有我們那幾個會六都的地方 榮業的縣市 包括彰化 包括一定你們都要特別照顧一下 偏一個大計劃出來啊 讓我們覺得有信心 是為了七億平穩的發展 你們常常這麼講 不要照顧你們選舉贏的地方 選舉失的地方 你們不照顧好不好 我們的地方創生就是全國22個縣市都有 不是啦 我跟你講 切切實實出來就是這樣啊 不過啊 你覺得我講出來 不要只有藍花 台灣是議題的 是 高度發展的地方就不要了 像我們比較 發展比較弱的地方 你都不來特別照顧這樣 怎麼可以的 也跟總統報告一下 好不好 不然南部給他們 啊我講的那幾個宣誓給你國華會 我對你非常有信心 好啦你笑得很可愛表示答應了 好你也了解地方的情形好不好 希望 我們會努力 在我們苗栗的地方創生 我覺得這個計畫不錯 推展可以 但是到目前沒有具體的成果 因為裡面還有一張法令限制的問題 可能要職位你副職位跟我親自參與 你才能苗栗縣有做到一個好的地方創生出來好不好 好 替我苗栗加油好不好 然後你的國華基金啊 然後你的國華基金啊 苗栗真的有很好的 很好的地方嘛 對沒有錯 那個地方創生可以發展得很好 但是你少來啊 所以現在只做到一半啊 選舉期間都把它停掉了啊 都往南部發展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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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談到國發基金,這個是又愛又憤 愛的話是要替我們扶植國內重大的產業 但是國發基金不斷,到現在投資失敗的案例很多 只有台積電是一個成功案例,都在養國發基金 不管在國民黨時代、民進黨時代都好像不怎麼成功 所以人家講是凱茨基金、黑箱基金 那這裡面最重要有幾點亂象在 就是只想成效不佳,賺錢賠錢都不退場 委外投資的話都是消息管理,政策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主委有沒有什麼改進之道 好,第一,投資有風險大家都知道 那過去確實沒有退場的機制 但是我現在已經建立了退場的機制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委員會每年會一次到兩次 會全盤的去評估之後 決定今年哪些要退場 那這些因為還沒有不能夠曝光 我們有內部的做評估 所以退場機制是有了 另外我們也開始做投後的管理 過去投資完了以後就不管了 那我們覺得不行 投後的管理的機制必須要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是董事的指派 或者相關的他的整個 投後之後的一個財務的狀況 跟他的發展情形我們都有在掌控中 主委,我聽你這麼講我是蠻放心的 因為國華會能當第一個的女主委從這邊來改造 再讓國華基金再升起來 以前有好多個女主委 我比較重視你一個 跟目前的一個 但是你講得非常好聽 那我希望你把這幾年的成效列一列 讓我們委員會來參考一下好不好 我要跟委員講 除了台積電外 其實我們每年的收益也還有30億 那個增值很少 投資不成比例 你不要再給我看 不然我們不要貼著來誇賣 我也有賺錢 好 來 那個 新冠性肺炎 好 那國華院 行政院指定你的角色 就是新冠肺炎原體經濟影響評估 及相關應用對策的建議 你要做好好的評估 那我請教主委 美國F11 緊急降使兩馬 他的用意何在 第二個 美國國防部已經發表了一個消息 新冠肺炎在未來30天 以內會成為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 第三點 衛福部陳時中部長也講了 目前醫院的院內感染已經發生 未來不排除有社區感染的可能 這句話很嚴重喔 也要特別注意 那我比較懷疑的一點 那個經濟部長在這個 這個 巿困專案裡面說 只要我們加上600億元的特別預算 巿困一個專案裡面啊 我們的成長力啊 容量從2.3區會保持到2%的看法 啊你看 有沒有可能 第一個 我先跟指揮講 一般的判斷 這個疫情可能要到8.9月才能完全結束 別的地方爆發 有的地方控制 像台灣目前控制得非常好 這我們要稱讚 但是你是國發會啊 你要特別注意啊 你要動關世界 站在台灣 看如何運用啊 但是這幾點來的消息都非常的恐怖啊 為什麼 那個美國的FED 突然會降息兩年了 他絕對有他的道理存在 報告一下 讓我們了解一下 看你研究的成果如何 委員你如果看我們那個恐慌指數 你就發現 從這個疫情發生之後 那個恐慌指數其實跟SARS比 其實他沒有那麼高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 還都局限在中國大陸 但是當他溢出了這個世界 其他的國家之後 那個恐慌指數就開始上漲 所以你看看 到了2月28號 那個恐慌指數突然上到40多 40.11左右 那就是大家已經開始有一些 不理性的害怕了 所以FED先 就是說財政的金融先釋放說可能降息的可能的時候 就又把這個恐慌指數又往下降了 可是他真正的突然之間半夜宣布降息 大家還是恐慌那個股價還是下跌了 可是昨天我們看到這個恐慌指數又下跌了 下到31點多 所以這個疫情確實是讓大家在主觀上有很多的不確定而去害怕 所以他講的是心理作用 可是也是因為有這種措施造成的 可能是大陸的疫情已經站在 暫時已經完全可以說大部分都控制下來 而且在替檢之中 但是台灣目前防治在前面做的還不錯 所以沒有發生 但是外面已經大流行 這一種一種循環一種流轉在 如果說用心理恐慌的時候 這個我們要承認 但是不是一個最大的運勢 大家慢慢的大陸控制下來 應該別的地方也可以控制下來 現在不曉得 那個伊塔利 包括你伊朗 包括你日本 都一再的爆發 所以你要判斷這個情形 不是 那個跟委員報告 那個疫情本身的不確定 一開始的話 大家都不曉得他什麼時候會感染 後來發現他潛伏期可能會很長等等 甚至今天還有媒體報導 他的那個病毒已經有變形了 等等這些都是危險的 主席站起來 那個工業總會有提到 4點你要特別注意供應鏈的鍛鍊 生產的停擺 訂單的減少 資金無法作轉 這個大概會碰到 但是我始終 給我再一下子 我始終想不通 如果社區感染是關在家裡 政府鼓勵出來消費 我要怎麼辦 所以我根本有時候 我們做得莫名其妙的啊 沒有那個部分應該是 在疫情結束之後 才去支持消費 疫情結束 目前就換不到 如果我維持兩個 沒有啦 因為委員 那時候就是要紓困 要補償 或者要讓大家 要增加的支出 不要增加 所以這個是在紓困的時候 給大家喘息的機會 後面那個振興 您去看一下我們SARS那時候 那個第二劑降下來 可是到了第三劑 大家就出來消費啦 疫情過了 7月5號 WHO宣布台灣不是疫區 之後我們的那個內需 就整個都起來了 所以振興應該是第一次 但是那個時間到 現在這個 這個新會員 一國東一國 你不能來 我不能出去 現在很多台商 回來過年的話 都不敢過去 就不能回去 因為去那邊要14天 回來台灣又要14天 大家都不敢出去 所以整個物流 什麼流都 都暫停的狀態啊 跟委員報 確實這個影響未必 搞不好我們把日本人的黨 都不能進來 韓國再爆發也不能進來 你看要怎麼辦啊 是啦 我們是認為 他的影響層面 絕對是比SARS的時候來要大 所以我們要妥視的因應 但是要數位轉型 但是 不要能言能語啦 你們 沒有啊 疫情過後你就曉得 剛剛有幾個委員 在我們FTA裡面 我們都沒有一點進展 這個是台灣未來經濟裡面 會對我們產生很重大的影響 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 謝謝陳昌明委員 好我們請中嘉賓委員質詢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機關收場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有請陳主委 陳主委 陳主委 陳主委好 陳主委好 剛剛陳昌明 委員在跟你說話 其實我發現今天在場的政務人員 都是女性 女歷時代 好 來今天我們談的呢 就是什麼化為機為轉機 主委你看一下 現在呢 我們遇到了武漢肺炎 服務業客人少 門可羅雀 但是相對的製造業訂單多 因為從中國轉單 應接不暇 結果呢 服務業的老闆呢 在在歡樂啊 因為呢 沒有顧客上門沒有收入 可是人事支出 一定要給他基本工資的無薪價 對不對 那員工減班 沒有事情做 在那邊休息 但他也不敢消費 因為不知道他 土收過啊 不敢開錢 但是製造業呢 是老闆 需求用人高 到處要搶人 可是呢 卻沒有太多的員工 願意從服務業 無薪假的跑去製造業做這個事情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注意到國發會有提到說 疫情加持 宅經濟 大家都不要去店面逛街啊 那我們看到了呢 我們的電商平台叫去年成長的市場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了 國發會的資料顯示呢 你們將會投資啊 新創事業 加速數位轉型 看這個機會 我們的服務業 也要從實體店面 往 從業人員 讓他做這個 虛擬的現商 現商 所以過去我們買音響 要到現場的實體店面 去聽音響的品質 現在呢 到其他的 類似像全聯商店 我可以上線 就可以聽到這個音響的品質 好不好 所以呢 主委 那難道 這些來說 疫情過後 景氣微微 大家出來消費 但是 因為這段時間 從實體消費 轉移到宅經濟的人 會再回來 實體店面嗎 換言之 宅經濟所創造出來的數位經濟 他所需要的從業人員 他所創造的職缺 能夠填補過去實體經濟 因為顧客減少所損失的職缺嗎 你覺得呢 有沒有可能 呃 跟委員報告 其實還是會 還是會回到實體啦 但是你能不能全部都回去 呃 或許會 會有一些條挪 跟不同的分配的狀況 是 那我是一直覺得說 這個線上是未來的趨勢啊 對 那 他會創造新的職缺 對他會創造新的職缺 但是因為人工智慧的關係 他創造的職缺 對 可能比他消滅的職缺 更少 對 沒有錯 這是個可能性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勞工政策 能不能更貪性化的問題 對 接下來就要問你這個問題了 你看目前台灣的售固結構 工業人口佔三成 服務業人口佔四成 對不對 可是薪資結構呢 你來看 製造業是三萬九 服務業是三萬六千 五千六 大概差了三千五 如果製造業的工資好 為什麼現在歇業的 停業的 服務業的勞動人口 他不往製造業走 什麼原因 因為這個磁鐵太小啊 差三千五 不吃米 那為什麼製造業老闆缺工 他不提高更高的薪資結構 那我的判斷大概兩個元素啊 他不能只看眼神的訂單多 他一旦加薪上去 整個員工 新的員工調薪的話 老的員工也要加薪啊 整個薪資結構要上揚 同時呢 他過去要跟中國的 低廉價的勞動力相比 不過後者的因素 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他考慮的是什麼 我現在欠人 我要把 招聘新員工的薪資調高的時候 他一方面要考慮到 舊有員工的薪資結構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台灣要加薪很難 就是製造業的老闆 他看的是什麼 將本求力 他要考量到 他的人事負擔 對不對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啊 接下來齁 但是如果我們換個方法來想 現在勞動部啊 用舊業安定基金 去照顧這些放無薪價的 領基本工資的勞工 讓這些員工 沒事做 可是一樣有微薄的薪水可以領 這沒有錯啦 雪中送他要叫狗 但是如果我們拿一些錢來 我們來鼓勵製造業的老闆 把他招聘員工的起薪 把他調高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 可以考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如果說今天 原來的服務業是3萬 製造業是3萬5 假設啦 還吸引不到 員工願意放棄3萬到3萬5 現在服務業的老公3萬領不到了呢 他只能領2萬3千8 但是他還是不想要去領3萬5 因為他還是覺得不夠壓 但是如果老闆說好 現在過去起薪 我給你3萬5 我給你調到3萬7千5 加2千5 欸 政府說好 你加2千5 我也給你同樣對等加碼2千5 員工起薪4萬塊 這樣你會去嗎 本來3萬5變4萬 現在原來3萬就 他現在是在等2萬3千8 會不會過去 會 而且呢 這些勞工啊 我政府給他加碼呢 我給他持續18個月 意思說 等到18個月疫情過了 這些員工也熟練了 他已經變成比較有金的員工了 他的薪資結構 老闆說 我也會把你調回去 就算政府沒有補助 你也是已經做2半 可以領4萬塊啊 對不對 是 那這些員工 一開始就領4萬塊的人 他有消費能力 可是疫情他不敢消費 疫情過了 他是不是口袋更多錢 對 他比那些領2萬3千8的 是不是更敢消費 是 所以我們政府呢 與其 只花錢給那些領2萬3千8的 是不是也加碼2千5 給老闆 加薪加5千塊 給這些人賺錢 也減少失業人口 鼓勵服務業跳槽到製造業 你覺得怎麼樣 很好 委員你這個跟新加坡的案子很像耶 這樣子好 我是不曉得新加坡是這樣做 但是我是覺得 到目前為止 我剛從剛剛聯席委員會回來 勞動不只在這次我們的 600億的特別預算中 他沒有編 他說有就業案定金就好了 可是他的就業案定金 竟然只做什麼 做這些雪中送炭的事情 照顧弱勢勞工 促進他們能夠維持在 無薪假的服務業 我覺得太可惜了 是不是你們國發會 要想一些方法 鼓勵政府拿出錢來 幫助製造業的老闆 把員工 事業勞工 從服務業 拉到製造業來 那還有一個好處 等到景氣回溫之後 疫情過了之後 服務業會不會加薪 會 他要再把人拉回來 他不能再給3萬塊了 他今天也要給3萬塊 而且說 來的客戶 顧客 都是月薪4萬的 他當然會賺得更多 顧客越捨得發錢 服務業老闆就捨得加薪 所以這樣一來一往呢 製造業先加薪 然後 疫情過了 景氣回溫 服務業也可以加薪 請問國發會來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訴求 是不是你們兩週內 因應武漢疫情 加碼獎勵 勞工轉換產業措施 來鼓勵產業結構的調整 鼓勵我們新資結構往上提升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研究提出 有這個報告 那很佩服委員今天 提出這樣的一個構想 好 謝謝 我們今天請楊瓊英委員質詢 主席本席想邀請主委 請陳志偉 楊瓊英委員早安 你好 現在午安了吧 所以我現在請問 我們這個國發基金有千億 那這目的要做什麼 配合國家的政策的投資 還有呢 最主要還是要帶動台灣的產業的一個發展 產業的創新升級跟創新嘛 是嗎 對 這非常重要 所以接下來本席要請問 如果你只回答說配合國家的政策 那我就心生恐懼囉 因為這千億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這很重要 所以你等於是在公司裡面的總裁 董事長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來接下來要請問 政府花了這千億 目的就成為我們剛剛所探討的 希望整個提升跟創新 創新是站在我們國發基金會裡頭呢 非常重要的主要精神 所以因此本席第一個問題要請問你 什麼樣的產業跟企業是可以投資的 在你任何主委的你的條件是什麼 請說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第一個是我們當時候為了配合 蔡總統的五加二的產業 所以我們有一個產業創新轉型的這樣的一個計劃 另外為了要扶植台灣的新創 讓年輕人他們的早期的資金 請針對本席的提問 什麼樣的條件 你認為可以投資 什麼樣的條件你認為不可以投資 第一個我們都要經過審慎的一個評估 第一個 它的投資的內容 是不是符合台灣未來的產業的發展的方向 第二個 它的財務的狀況跟人員的部分 投資在它的整個機制的運作上面 符不符合我們的條件 這個我們都有一個審查的機制 您的條件是什麼 您的條件是什麼 還有三十幾位 可是我們所有的評估 都會給外面的專家學者 或者有創業經驗的 甚至是這一個企業家 你知道你現在這麼說 我就又更緊張了 那是台灣的企業怎麼辦呢 你目前所投資的每一檔不是走路的 沒有啊 那就是申請破產的 沒有 你連種生蛋 這麼影響 接下來我請問 這一個生產物物料的這個明星公司 誰請你投資的 當蔡總統到中南美洲去的時候 牛仔布做了狗的那個什麼領巾啊 六個送給總統 總統回來你們就投資 結果呢 請說明 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 他當時候來 國發基金申請的時候 是一個增資案 那他是要併購 增資案更糟糕 剛剛你說的 我們的主子中子目標是什麼 創新 對我還沒講到 而且你還說 不只創新 而且這個產業要能夠持續 結果 你沒有創新 他是一個傳統產業 沒有沒有 接下來你是併購 投資之後馬上併購兩家 那你們到底在創新什麼 你是在增資 你是在 你又不是銀行紓困中心啊 不是我沒有要紓困 沒有 跟委員報告 儒欣他做的牛仔布 他確實有創新的元素在裡面 過去我們的牛仔褲 要用水洗的方式 去把這個顏色染料 把它水洗的方式做 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但是儒欣他用的技術 是用雷射的 所以他不會造成污染 再請教 當你投資之後 2019年7月份 董事長 就被檢調以違反證券交易 背信法辦 你們有跟社會大眾說明清楚嗎 有 我們都有發行文稿說明 這是董事長個人的問題 而且已經進入了司法的程序 在調查了 結果你們國發怎麼要追那些錢 你說 因為現在在司法中 所以沒辦法再講什麼 那老百姓不當怨大頭嗎 這是第一個 請你將詳細的 目前你們預計要怎麼做 書面資料給本席 第二個 揚明海運的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請說明 揚明海運是整個大環境造成的 誰決定要投資 請教 誰決定要投資 您告訴我們要創新 結果你都是在當紓困中心 沒有 揚明海運並不是我們創新轉型計畫的投資 這個是我們配合的國家的一個政策 好 就成如剛剛本席開頭說的 如果我們只是配合政府的政令 能夠扶植起來 我們也滿心歡喜 因為都是老百姓的錢 納稅錢 為什麼當時的股價 明明都五塊 我們的任股是多少錢啊 低股院多少錢 這個我當時候我不在我任內 所以那個當時候任股的價格 如果委員這邊寫 主委 你今天要到這邊來 你的三個重擔 這麼嚴重的問題 你不知道一股任購多少錢 當時的股價五塊 你的任購10.48塊 怎麼跟老百姓說明 我去市場月的五塊而已 你要任購10.48塊 為什麼 為什麼 跟委員報告 那個任購的股價的部分 一定有一個計算的基準 我可不可以請我們那個 國發基金的副職命 來跟你說明一下 主委 不用 你身當為主委 整個國發基金一架 只賠了這麼多錢的個案 你應該要了解 所以本事要請問你 這個案子 誰只是要投的 為什麼 五塊 你用10.48塊來認購 這個 你去就撩一塊一層 有這種事業的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相關的都有相關的部會 當然是相關的部會啊 但是你是 你是國防會的主委啊 你是國防會的主委啊 最後啥意思是你啊 這是 對不對 頭後 不要再推薦責任 就第二個案子 揚明好運的案子 我拜託你 把我來的拜託 我監督你 把這件事件 為什麼五塊 要認購10.48塊 什麼原因 請你詳細書面資料給本席 最後一個議題 從事這個多金細產的這個類別 再請教保德這個案子 保德案子現在該怎麼處理 請問 他已經要向法院申請破產 對啊 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怎麼每一個次投的都是破產的 三錢破產不然這是背信的 為什麼 保德這次你要賠多少錢 保德案子當時候投資的時候 就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的決策啊 什麼黨執政都一樣啊 今天是你拿主委啊 我們在關注他了 而且他已經不可能再往下走 你在關注他了 請問 這一個案子要賠多少錢 沒有所謂賠多少錢的問題 什麼意思叫沒有什麼 所謂賠多少錢 你投資下去 現在 全部 財經大家都知道耶 怎麼你現在說沒有賠多少錢 不是 你這樣講我更恐怖 不是 現在的情況 我問你現在 本席問你現在的情況 到底會賠多少錢 我不是問你未來 破產程序還沒有結束 我不知道我可以拿回來多少錢啊 哇 這樣很厲害啊 這樣很厲害啊 到現在你的虧損會有多少 你如果答不出來 你可以說我再問清楚再來回答你 我不願意這樣子啊 我是告訴委員 他是在進行程序當中 最後的結論 第一個案子 因為訴訟中 所以不能對外說明 第三個案子說 因為還不知道他最後可以給你多少錢 所以現在不知道虧損多少錢 如果你是老百姓 你沒有擔任主委的這個職務的時候 你看到這樣的案子你會不會怕 老百姓要賺一塊錢都非常的辛苦 納稅錢來一下子三十億幾十億就不見了 所以主委 在最後請教一個 主席再給我一分鐘 東北 東北這個封廠 封裝廠 LED的封裝廠 為什麼會投資他 請問 請問 請主委回答 為什麼 東北為什麼 他從LED轉型為 迷你跟那個 MicroLED的發 的那個 所以他有創新 符合未來的 那我就要恭喜你喔 你投資下去沒有八個月 又中彈了 投資下去沒有八個月 您告訴我說 你們在評估在這個審查的時候都有請專家 請甚至企業界 你交的朋友 你委託的朋友 都是這麼厲害啊 都會中彈的啊 你一投資下去九塊馬上掉來六塊 公司有做澄清了 當時候的報導其實是不是事實 不事實那現況怎麼樣 他已經非常穩定 他非常穩定的在營運當中 就我提出本席提出這四個案子 本席要求你將詳細的當時怎麼樣評估要投資 投資下去四個都有問題的 讓人民恐慌的請你將這些的本席所提出的問題 請書面資料詳細給本席 所以最後我要提出 我要提出 國發基金的採地雷 是讓人民的納稅錢無所依據 而且備受恐慌 所以本席希望 既然國發基金是要協助本國的產業創新 以及持續的發展 以及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我們在整個的審查過程當中 更應該要公開透明 你認為本席的建議怎麼樣 我們都非常公開透明 而且非常嚴謹 非常嚴謹 結果每次都踩地雷 沒有啊 每次都踩地雷 叫做沒有 今天賠錢的 你竟然要公然在那邊說沒有 你這個主委 我們怎麼樣信任你啊 我沒有說沒有賠錢 當然投資有輸有贏 你應該要承認如此 而不是說沒有 本席希望 公開透明 當然是會有風險啊 沒有問題啊 但是本席希望 主委你的職務是非常重要 千億的預算 千億的資金 本席希望 公開透明 好好的去審議 讓我們的產業能夠更近深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現在請廖國動委員發言 謝謝主持人 我們請主委好嗎 廖人好 好 主委我們聲呼吸一下 輕鬆一點 輕鬆一下 這個好像題目還蠻深奧的 我都比較輕鬆了 不過我要討論你一下 今天我看了整個國發會的報告裡面 我個人非常驚艷幾個字 其中一個叫做 將來台灣不再有偏鄉 這是一個非常遠大的一個目標 但是你把它當作是近期 我們就可以做得到 不再有偏鄉 哇這個是多美的事啊 我的原住民鄉 全部都是偏鄉 現在都是偏鄉 你敢這樣大聲的喊 將來不會有偏鄉 我佩服你了 但是 怎麼樣才能夠做到 你自己的一個構思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透過數位的轉型 其實有時候越偏鄉 它可以越數位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去了解它的需求是什麼 用需求導向來協助它 讓它的產業能夠發展出來 所以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去了很多的原民鄉 其實他們有很好很好的潛力 台東很多的地方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怎麼樣 讓它缺的資源去協助它 它好的優勢讓它起來 所以委員如果看到的話 我有好多的 我們在推出的這種 不管是部落的旅遊 或者部落的產業 其實我真的覺得 那個是台灣的未來 好 你已經有一個藍圖 我非常佩服你 但是呢 我在八九年前 曾經推了一個叫做 智慧原鄉 跟你的理念應該幾乎是一致的 是 你要讓偏鄉活起來 要讓它真的不再是偏鄉 就是從自通信開始 讓它在原鄉 我想跟陳志偉聊天 我可以透過視訊 甚至我們的手機一通就可以了 嗯哼 我想去看那個台大醫院的某某個教授 我不一定要來台北啊 我就在台東 我就可以 讓他看到我的狀況 遠距離了 對 我想找那個補習班 最有名的那個老師 來學習 也不一定要來台北啊 我們現在有很多線上學習的口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八九年前一直推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剛剛在樓上問了 原民會的主委 他還沒有很清楚的一個成效 所以 當我看到你說這個不再有偏鄉的時候 我是真的是用經驗這兩個字來形容 但是我們不希望它只是一個文字的一個表達 那當然 而是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藍圖 我們如何能夠達成這個不再有偏鄉這個事 那麼現在我就問你了 前一陣子我們在這個5G來開放競標的時候 標到了現在1420億左右嘛 是 所以有非常大的一個經費 你們說是要縮短城鄉差距嘛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想法 怎麼樣讓城鄉差距縮短 跟委員報告 是 我的地方創生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就是要科技導入 科技導入 對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報告說 我的地方創生必須跟我們的新創做一個加成的效果 就是我們現在去發現 地方上他懂得生產懂得製造 可是他不懂得後面的行銷通路或者品牌的建立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讓新創通通直接到了這個部落也好 或者到了所謂現在的偏鄉去做一些協助 對 這就是韓國瑜講的嘛 指揮中不會賣嘛 你現在要做的就是後段那個部分 沒錯 怎麼樣讓我們生產的東西 能夠到市場上好好的發揮它的價值 對 這就是你現在要做的嘛對不對 確實 所以 那你現在我就要問你 你這個5G那麼大的一個可用的資源 有多少的比例可以用到偏鄉去 跟委員報告現在這個部分還沒有定案 所以我也還沒有聽NCC有什麼樣的一個計畫 那未來如果有機會 這裡面有一筆的經費可以來做那個回饋 或是跟地方做結合 我想我也會去爭取來幫忙大家這樣 現在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太客氣了 你講的太客氣了 你寫的那麼美的一個未來的藍圖 一定會需要非常大的一個經費 而不是有一筆經費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 是一個大筆的經費 是 可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蠻蠻重視所謂公私協力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到我們地方創生在做的 其實這些年輕人都很有心的 要把地方的產業做起來 所以他們的科技能量技術能量都很夠 所以可以去幫忙他們這樣子 你們跟圓民會應該會有一個機會 好好的談 讓圓鄉透過這次的5G這麼龐大的一個資源 真的讓它翻身 讓它翻身 而且就像你講的 它不再是偏鄉 我剛剛問了圓民會的主委 我覺得還不錯的鄉 他也認為是偏鄉了 從我們的角度是偏鄉 從你的角度一定是偏鄉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協助他們 越過那個偏鄉這麼辛苦的一個名稱 變成可以跟其他的鄉鎮市跟都會 平起平坐 我們要的是這樣 所以你這次的這個經費的應用 我個人是非常的關心 你跟NCC 或者是行政院這邊 應該有非常好的一個溝通的管道 來幫你這個 那麼大的一個口號 落實 好 我會跟那個NCC陳主委那邊去做一些了解跟溝通跟拜託 最後我會跟你講的 就是剛才那個空委員也說了 這個地方創生啊 我們也覺得就是最近聽到的都是不足的 不足在哪裡呢 我簡單的告訴主委 他提出計劃是找了個專業的團隊 是找了很多的顧問團隊 甚至是大學的教授那邊寫的 那麼寫了以後送到你那邊 你們覺得這個不夠啊 或者是太空虛了 又丟回縣政府丟回公司說 你再提個細部計劃 他們根本就寫不出來啦 就寫不出來啊 他們告訴我說他寫不出來怎麼辦 跟委員提到 因為我現在送到國發會的案子 是不需要寫計劃書 而且我都告訴他們 你們不要再去找什麼專家學者 還是顧問公司幫你寫計劃書 你只要提出你的構想 你的需求 一份簡報就可以到國發會來討論 我們現在都是這樣 那如果他們的案子不夠成熟 我們是直接去輔導 或者副主委直接到現場去線刊 去了解 跟他們說你們應該如何去做診病 所以我們不會叫大家一直去改修那個 除非是什麼 是其他部會要執行去補助的時候 他們有要求要按照他們的規矩去提計劃書 委員講的可能是這一塊 好 你只是核定了 這個可 這不錯可行性很好 然後就 又分散到各部會去 把這個預算做分配 對 因為錢是在部會 所以一樣啊 你們是一體的政府啊 對 那相關手怎麼會寫的說那些細部計劃呢 對 這個我同意啦 我希望不要能夠簡化 你們應該怎麼樣去跟部會做 好 我們再跟部會做溝通 對 不只是溝通 重要的是剛剛你講的 要求 輔導啦 好 你們一定要有一個 不管是哪個團隊也好 或者是民間也好 去輔導他們 是 我聽了我幾個例子啊 在花蓮啊 有一個地方創生 我不要指明他是誰啦 也是某個大學幫他寫的 結果去執行的時候呢 部落完全沒有參與 喔 那就不行 他怎麼做 做到哪裡不知道 只知道後來 欸 已經核銷了 錢也領走了 真的嗎 我不講哪個地方 但是我看了我蠻心痛 我去了好幾次啊 我一直想協助他們 能夠獨立起來 或者是能夠找到可信任的 而且不會去騙他們的 那樣的一個 這個專家專業的人 來協助他們來做 還是建議委員能夠告訴我一下 我才能夠了解 我自己在告訴你 我不能在這裡講 好 謝謝委員 我只是告訴你 你們要 就是既然要輔導 你有一個輔導團隊嘛 是 要真的是用心的去輔導 好 而不是利用原住民的資源 去賺錢 當然 那你們好了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現在請賴瑞隆委員實行 好 謝謝主席了 請那個主委 請陳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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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主委 首先我想先請教一下 這一次的武漢肺炎的部分 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整個 包括警計狀況 那 今年度 好不容易 我們其實已經進到了 綠燈的狀態了 那 你們現在的評估呢 今年度的部分 這個警計 還維持在綠燈嗎 還是會掉回這個 黃藍燈 可能分數會掉啦 但是應該還是綠燈啦 還不至於掉到 目前的評估 今年一整年都還是應該 能夠維持在綠燈的狀態 當然 還是要看疫情的發展 這個疫情 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 現在的評估呢 目前當下的評估 當下的評估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穩住 對 所以現在還是預期應該還可以 穩住綠燈的狀態嘛 好 那另外經濟成長率的部分 大概大家也都做了一些預測 朱澤民主席長也講到 如果這一次當然會下滑 但是如果我們 投入了現在600億的經費下去之後 應該預期能夠保二啦 那我們看了很多 世界的很多的組織 也都做了一些的這個 預測啦 那當然越新的 因為 美國也不太 他也擔憂會形成一個 一個大流行 所以 最新的預測 像3月3日 財產銀行 都持續往下下修 跌破二的 那 那主委這邊呢 國發會的評估呢 能保得住二嗎 我想因為主席長他有把我們 現在所要投入的那些 所有的特別預算的部分 去做仔細的計算 我們也跟他討論過 所以我們支持主席長的這個講座 如果我們能夠控制的條件下 我們盡量努力來做 這國發會做為整個 小內閣的一個單位 我們希望整個 協助各個盯緊各個部會 落實該做的一些工作 是 好再來我想要談一下地方創生 也先謝謝主委 利用連假期間 也到了地方去走動 也來到了期今 我想非常的感謝 那 期今也是作為一個 這個地方創生的一個區域 做一個 輔導的一個區域 那 期今的觀光資源 其實非常的豐富 我先問一下主委 那天去看了以後 你的看法呢 好我想我有看到 期今的優勢 他有一些 他的很好的一個資源 那這些資源 我們把它盤點清楚以後 我們再看他缺什麼 來把它補足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他 他要發展觀光的資源 是非常有潛力的 我想他本身的 這個資源他現在已經有 像去年是670萬 國民外觀光客 包括很多的外國觀客 也都會到期今去 包括他是一個 珊瑚家人 他是最早 高雄最早開發的地方 包括他是 有 全高雄第一個的媽祖廟 天后宮 包括他有 其後砲台 有其後的教會 這也是第一個 長老教會的地點 包括他有很多的 一些風光 不管是海灘 沙灘 或者是一些相關 甚至於看到港景 我相信他具有相當豐富的特色 那也有海鮮的 很豐富的海鮮 漁港漁業非常的豐盛 現在比較缺住的地方 對 所以這一塊可能是 那天跟主委聊到 可能要麻煩主委 就未來在地方 創生這件事情上面 可能有 要一個專業的團隊 去協助他們 現在其實有一些優秀的年輕人 他們有在 在想要看來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需要 由這個中央這邊團隊 協助區公所 協助這些人 去 這個 協助 不然的話你看現在目前為止 還沒有提到任何的計畫送上來 所以我希望 國發會 協助去輔導 讓他們能夠 提出一些 好的計畫來 爭取到更多的資源 來挨注 其今的未來發展 這個可以嗎? 請主委能夠有個專業的團隊 可以沒有問題 我們都會 有這個輔導團隊來協助 好我想這個 非常的重要 那其今的部分另外是 它現在的其今的人口 觀光人數 剛剛提到670萬 其實它已經高於很多的地方 我們觀光局有13個風景區 它風景區在的地方 它就有人力 有資源在推動 那也有些 當然就會吸引到更多的國內外光客 可是你看其今 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一個地方性的一個 那我 這個 昨天的時候我質詢過 林家長部長 我有跟他提到 其實應該把其今 稍微再拉 拉台上來 用國家的資源 來支撐 他的 我相信以其那條件的話 他會幫台灣 爭取到更多 國內外 優秀的光客 對他的肯定 那但是 他的資源如果只放在地方 這我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 如果拜託了這個 這個 部長這邊思考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 13個 風景區 要再新增 我知道也不容易 但是我們能不能把 林靜的整併在一起 我們看 台北的北海岸跟觀音山 不同的區域 但併在一起 山山也放在一起 包括 東北角的 包括東部海岸線 都拉在一起 包括甚至於 雲嘉南的 濱海也拉在一起 所以我是 建議說 林部長那邊 那也希望國防衛也協助 能不能讓大鵬灣 稍微再 把齊金納入進來之後 因為大鵬灣的相對 它的 目前只有大鵬灣跟 小琉球衛 如果能夠把齊金一併納入的話 未來發展它的水上 發展它的 這個 藍色的公路 甚至於發展很多的一些 周邊串連的話 我認為 這會是一個多贏的方案 我不知道主委的看法 能不能大力來協助推動 好這個是交通部的執掌 不過委員有這樣構想 我們再來跟他們溝通一下 再研究一下好不好 我希望國發會協助好不好 因為畢竟從高度來處理的話 會更有助於 因為交通部還涉及到很多的 相關的部會間的溝通 那我們希望國發會 把這件事情當做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個重大的光景點 一年已經有670萬人次的地方 如果國家把它 用中央的角度來思考 來推動的話 我相信會很不一樣 好 因為主委已經看過了 我相信他非常具有潛力 是 那我們希望他成為是 國內外都非常喜歡 而且是能夠帶動我們更多 國際觀光的一個景點 好 再來 我想請教一下 亞灣也是過去一路以來 在那個的 我不知道現在 推動的狀況怎麼樣 這個主委還有持續在盯緊嗎 整個計畫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會定期的 去追蹤他們現在執行的進度 好 我希望主委再加快那個速度 因為有些部分的 另外持續有一些新的計畫 應該還是要持續的進來 那現在就是 國營事業的那個 好像標售的情況 對 這一塊也是我想要跟主委溝通的 就是說 像那邊的最近的 台電的那個標售 連續三次流標了 包括甚至於很多的台唐的地 甚至台銀的地等等 都還是閒置在那邊 那我希望國發會用整個高度 政府不要帶頭在等待或者養地 我認為政府應該帶頭的做投資 做積極的招商 所以我希望國發會除了這些 新的產業進駐以外 也協助當地的這個 國營企業 或者是 國家的土地的部分 加速他招商的動作 列管一下 好不好 盯緊一下 加速的話才能夠讓民間的 投資速度同步來增加快 好 那我這個就會再定期追蹤這樣 這個也要拜託主委 那另外有一些的 可能時間不太夠 但是我要先跟主委提一下 包括剛剛提到 旗津的交通 他現在是靠 單一的一條 過港隧道在通過 我希望爭取第二條 我也希望主委能夠支持 這不只影響到未來他的觀光發展 也影響到 旗津人他的交通 坦白講他有 這個離島的 現實的 遇到的問題 但是他在 接受到照顧的時候 不見得有那麼方便 所以我們當然有提了一些修正 希望這塊主委能夠 能夠大力來協助 第二條過港隧道的一個推動 是 這個麻煩主委 謝謝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邱志薇 對不起 要處理臨時提案 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已經宣告過了 處理臨時提案 來 請宣讀 臨時提案第一案 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 人口過度集中大都市 以及城鄉發展 適合等問題 由國發會負責統籌及協調整合部會 地方創生相關資源 落實推動地方創生工作 將騰東縣 岩平鄉等 134處人口 嚴重外流經濟相對落實 是鄉鎮區 列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 但截至目前為止 人有許多相對落實 且位於原住民地區 之原住民鄉鎮區 仍未提出地方創生計畫 且大多留意紙上作業 如何積極輔導 並優先推動原住民鄉鎮區 第一次地方創生計畫 請國發會 向經濟委員會提出 專案檢討報告提案委員 孔文吉等 第二案 國發會為均衡 台灣發展 推動地方創生 國家戰略計畫 整合中央部會 與民間資源 協助地方找到 產業DNA 創造就業機會 吸引人口 留住及回流 截至今年3月3日時 地方政府提出 國發會 或是地方創生計畫 既91案 進行任院 地方創生會報 工作小組會議 謀合完成32件 其餘59案 課政持續召開 輔導會議協助中 然一國發會提供 之資料 言憑俊鄉 一路也鄉已完成 工作會議 並沒有召開 相關 輔導會議 然地方卻不時傳出 地方政府無法 執行相關計畫 另外 對於都然臨場創生計畫 部落青年 不會認為必須寫不同的計畫 向各部申請經費 且經費拨款的時間 也不定 對執行計畫者 與誘人增加難度 使得有心返鄉執行 創生計畫 年輕人被撰寫計畫 壓得喘不過氣來 地方創生計畫 其本意盛量 然計畫執行 對執行者卻非常不友善 原始要求 國會因加強輔導團隊 更因積極 都島相關單位 確實簡化各項申請流程 針對計畫 執行落後者 積極輔導改善 同時要求各單位 滾動試整 修正各項申請流程 讓地方創生更符合 地方需求 都達到減壓 達到都會減壓 偏鄉復蘇 千年返向的目的 委員廖活動等人提案 第三案 建於國家發展 委會將地方創生作為 促進人口 回流均衡發展 台灣的重要政策 該政策中 其中另一環 吸引企業發揮 社會者的回鄉投資 進而帶動地方發展 為避免因法規問題 降低投資 一月原提案要求 國發會 於一個月內 針對是否成立地方 創生專法 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 書信報告 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 第四案 建於國發會 投資成效實屬 差強人意 原提案要求 國發會於兩週內 提供本院經濟委員會 國發基金投資機校 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 第五案 新冠肺炎疫情 至農曆前爆發以來 由於中國大陸 兩 中國大陸 都座省市 封城 延後開工 以及中港澳地區 被列為疫區 影響兩岸交通運輸 物料供應人員往來等 因而導致我國製造商 遭遇不同程度的衝擊 據全國工業總會 針對所屬會商進行調查 發現有許多商商 正面臨供應鏈 斷鏈生產停擺 電單 減少以及器 之無法周轉等困境 其需政府給予及時協助 以渡過難關 建於目前中國大陸 復工率最多為三成 影響貨品銷售 收賬款回收 進而導致 訂單被取消利用下降 以及資金周轉困難 因此製造業 廠商最先需要政府協助的 因屬資金紓困 雖然行政院以匡列 新台幣600億紓困 特別預算 比起17年前的SARS紓困 發案有所成長 但政府應考慮到通貨膨脹 以及此次疫情衝擊 較SARS時機更為全面 曾因作為提高紓困 預算金額債者 本市政府提出的 產業紓困方案 也都集中在五大項 內需服務業 因此政府 因增加整體紓困 預算也因強化 對製造業的紓困 包括提高貸款額 延展還款期限 補貼利息 優惠 或減免 房屋稅 低價稅 及營業所稅等 稅付 以及申報營所稅時 準以企業韧劣 疫情產生的損失 其實在協助解決斷料 斷裂問題方面 由於有許多廠商的物料 物料 物原料及零組件 需求中國大陸企業 但因疫情關係 恐造成斷料斷裂危機 因此政府採取 中廠期方式協助 有需要廠商解決 原物料及零組件缺口 其中在短期部分 因廠商普遍面臨 原物料及零組件 庫存不足 價格提高 遲延 供應問題 故政府 因快速解決 廠商協找 可替代物原料及零組件 來源並解決其物流問題 在中廠期部分 除降低部分進口 產品關稅 讓廠商降低製造成本 及增加價格競爭力 以擴大產能外 也應以專案處理的方式 簡化重大 共同零組件 轉為在台生產所需 相關原物料的進口驗收 以及後續的驗證 與認證流程 並輔助業者 將零組件 轉由台灣生產所增加的 額外成本 讓廠商等於在台灣 持續投產 第三 建議此時 疫情已迫使 許多廠商 實施無薪假 應感 政府 應在這段時間 透過政策補貼 協助企業 培訓員工 讓勞工工 讓勞工人 在無薪假期間 提升工作能力 也增加企業的競爭力 此外 有些企業 也因應疫情 將產能轉移回台灣 但會因此增加勞工 缺口 政府也應在 彈性工時 配錢 比重 外勞比重 加班等政策上 適度放緩 以協助廠商提高 在台產能 利用率 擴大轉單 效益 最後由於兩岸 產業率相當緊密 這次疫情 導致許多廠商 因為斷煉 斷料 無法依契 如其以交貨 因此政府在 提出紓困方案的同時 也應提供中小企業無法 中小企業法律專業諮詢 以協助降低 違約賠償等風險 原提案要求 國家發展委員會 於一個月內邀請 相關部會進行 延商並將 結果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 第六案 國貿易報告 全球貿易 2019年受美中貿易戰 其英國脫歐引發的 不確定性衝擊成長疲弱 為台灣經濟受惠 與轉單效應 台商回流投資的影響 成逆勢成長 認為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 台灣依然逆勢成長 實際卻是未考量到 半導體及相關供應鏈者 投資先前製造與擴充產能 5G相關基礎建設 及離岸風電投資等 軍系長期投資存在 極大支不確定因素 依據國發會 日前公布景氣報告 2019年11月 景氣重返代表穩定的綠燈 上市量綠燈是14個月前了 國發會認為 這代表的景氣逐漸改善 但並未全面好轉 但有媒體指出 從總體情勢看 國內景氣復甦力道 依舊疲惱 台灣已長達8年 沒有亮出景氣紅燈 黃紅燈 已創下 有史以來最長的經濟停滯期 景氣紅燈 黃紅燈代表 經濟活力充沛熱弱 馬總統後4年的任期 沒有亮過 蔡總統近4年的任期 同樣沒有亮過 4年快到了 一個循環也快過去了 台灣仍然在黃藍燈 綠燈 邊緣排回 這說明過去4年 蔡政府的執政與人民的期待 仍有遙遠的距離 面對目前衝擊全球經濟發展的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該會也表示 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雖不必悲觀 但也不容許過於樂觀 需事後續發展得定 目前任何的預測評估 充其量都是假設狀態 國發會應務實看待 全球經濟貿易衝擊影響程度 盡可能降低疫情 對台灣中長期總體經濟的衝擊與影響 審慎推動台灣經濟發展 原要求國發會美濟向經濟委員會提出 專案報告提案為楊琼英等人第七案 隨著科技及網路之急劇發展 足以表彰個人身份之資料 早已不限於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二條之內容 而需加以修正納入網路識別碼 數位足跡紀錄其其 它指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資料 以保障個人位置身份習慣及訊息 何況國際相關法規 亦早已將網路及其他數位識別訊息納入 國際相關規範亦將種族政治宗教生物特徵等 納入個人資料之範圍 而司法實務均認為行動電話所屬之電信業者 可與其他個人資料 可與其他個人資料 如姓名身份證等資料相互比對 組合勾鏈及勾激後 以作為間接識別特定個人之社會活動資料之一 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應保護之個人資料 在案參著上述及相關命令 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是特定目的 其個人資料之類別 亦將受僱信用等納入個人資料情形 為明確個人資料之定義並納入保護 而有修正的必要 原意要求國發會積極推動各資法修正 並符合現今時代需求 且與接軌國際規範 提案為楊雄英等人 第八案 建於資訊公開與開放透明 不只是資的資料展現 更因向人民資的權力精神 為促進公民參與更能改善政府施政的品質 與效能發揮民進生的治理忠項 如何解決政府機關本位主義思維 透過資料開放運用法制化方式促進政府資訊 開放數量與品質提升促使資料 廣泛運用導入智慧人才與資料 促使產業促使創業產或中小企業 不受限於規模實力也能使用政府公共財政 政府在協助產業發展的整理考量上 應思考如何協助新產業或轉產升級的重要決策 情報來源方人與產業監督見請國發會 於一個月內提出書印報告與經濟委員會 提案委員舒志芬委員等人 第九案受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疫情影響 國內各行各業受衝擊程度 與其商業模式及產品服務定用是不同 而彼此冷暖服務業給予員工減班休息 製造業則增調員工加班 即便疫情過後 在數位轉型人工智慧浪潮之下 未來將釋出許多勞動力 國發會因化為機會轉接協助 拉抬製造業心情加速 閒置勞動力往缺工製造業流動 調整台灣長期以來傾向服務業的產業受僱 結果原請國發會兩中一向經濟委員提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加碼 獎勞勞工轉換產業措施之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陳超銘等人 第十案 高雄市亞洲新灣區內多屬國營事業土地各項開發進度緩慢 影響整體發展速度 國發會因協助調查多出各項國營事業開發計劃 加速造商業利用尚未開發土地因進行綠美化 原提案要求國發會因詳略會者 亞洲新灣區內各國營事業所屬開發計劃進度 每三個月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賴若榮等人宣讀完畢 好 那關於以上的十個臨時提案 我們請主管部門先說明一下 好 跟主席報告一下 第一案我們建議把專案檢討報告改成書面 孔委員 孔委員 孔委員不在 我有簽嗎 你沒有簽 只有翁崇軍 改書面是嗎 是 對 這個有什麼困難呢 這專案就專案報告 主席報告 這個市面族不是這裡的嗎 沒關係 你這案報告要他們主席台 不是嗎 一樣啊 等於你是準備書面資票主席台 那個 那個邀請你們用這個報告 好,就改書面,如果要排的話我隨時就排,要看我的時間 那就不用改書面,要排到隨時就不用改書面 沒有啦,沒差啦 沒有啦,沒差,第二案 第二案,沒意見 好,第三 沒意見 第四 沒有意見 第五 第五案可不可以兩個月內那個邀集改成會同 一週跟兩個月差那麼多? 這個需要,因為這個題目很大,所以是不是給我們一點時間 而且疫情還在發展中,如果一週的話 我們覺得那個變化不大,比較 第五案 最後一點好像第二 會不會太久? 不會啦,重關是一個月,要兩個月 一個月好不好? 一個月啦好不好 因為我們且走且戰嘛 一個月搞不好就結束了也不一定要,搞不好半年才結束啊 我們先講一個月,如果到時候真的還沒有結束我們再說好不好 好 一個月內邀集改什麼? 改成會同 會同 因為我們可能有各種方式 會同 好,第六案 沒意見 第七案 沒意見 八 沒有意見 九 第九案也是,兩週可不可以改成一個月 兩週改一個月 然後 兩週內 然後可不可以會同 請國發會會同相關機關好不好 也是會同 加一個會同相關機關提出 不是只有國發會自己提 我們不能自己提 請國發會於一個月內 會同相關機關 相關機關向經濟 OK好 好 最後一個案第十案 沒意見 好 那我們現在臨時提案 結束 好,我們來繼續 請請邱?這位委員 邱?主委有請主委 好 主委請 主委好 主委 看你的報告 每月期我都很熟悉在看 這期 第10月 第1月期 頂主比較不一樣 就是新經濟移民法 哇 篇幅自小 新經濟移民法不是 國安會要主推 要做第6會期 上一次第6會期 第7會期 全部列為優先法案 現在我們沒看到優先法案 你現在齁 好像你用你的篇幅代表說你不重視 新經濟移民法的必要性跟急迫性 不是啦 這跟你以前的這個立場恐怕是有點改變 我先了解 到底國安會 這個 將對新經濟移民法當時要送的禮拜信 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送到行政院了 所以要等行政院的這個程序 蘇院長支持嗎 還沒有跟蘇院長做詳細的報告 所以不曉得 這個 這不是說上會期才提出來 這好幾個會期 是的 沒錯 然後也經過新秉農教授 做一個整理法案的評估 是利大於弊嘛 原先大家會認為說會不會影響 國內的就業市場 市場不會 不僅會增加就業機會 也許對這個GDP的影響也會正面 所以是 基本上啊 我希望說這個 主委能夠更積極來推動 因為你的缺工是非常嚴重 缺工這個 如果沒記錯的話大概22萬的缺工 是 特別是中階 中階的技術人力 差不多一半以上 12萬左右了 沒有問題 所以對製造業未來競爭力非常非常關鍵 是 那我希望說 最短的時間是您跟蘇院長做一個說明 是 好 機會可以上來嗎 好 因為現在院裡面的整個屆期不續審的法案 都還沒有啟動 所以我想我們會跟著那一批一起 因為我一直看這個有沒有國外會提出這個經濟民法列委優先法案 結果沒有咧 因為院裡面目前還在斟酌優先法案的部分 所以 你有沒有跟蘇院長私底下這個溝通過 去年蘇院長上任的時候有跟他報告過 那他的立場怎麼樣 那那個時候因為還在立法院審議當中 所以他們只是希望我能夠多溝通這樣子 多溝通 對 就是 跟誰溝通 跟一樣啊 就是 沒有啦 當時候還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意見 這個 賴清德賴院長 在年中記者會 他也這個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他也曾經在這個部分有很多的這個說明 他也針對新進民法開過記者會 如果印象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呢 這個條文也經過好幾次跨部位的協商嘛 也也是你主席 是 我還有一次是賴院長主持 草英也經過預告 行政院院會也通過 那為什麼這個該有的程序都跑完了 為什麼你還要重新再來一次 就是因為上個會期沒有通過 所以借期不續審 所以我們必須要重順 所以所有的法案都要重新再協商一次嗎 現在 還有跨部會再協商一次嗎 沒有沒有 我們已經在 事實上我們借期不續審 已經召開過跨部會的會議 也做了一些小的調整 重新送給行政院了 所以現在就等行政院把那個法案送到立法院來 那再請委員能夠大力的支持 我希望這個會期能夠送出來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你也希望 你不能決定 因為現在整個法案是在行政院那邊做統籌的 那個 這個是應該很成熟的 所以如果你不提就我來提 我來提 我也覺得我要拜託這個招委來排 因為這個 這個優先性跟他急迫性跟必要性是一直存在的 我是擔心是不是院長不支持 我會 我會跟院長報告 你明白嗎 那個所謂中有支持嗎 我想我會分析 然後請院長一定支持 所以你有信心嗎 有啦 好 再來 討論這個人口少子化的問題 少子化在日本的內閣是有一個 少子化這個大臣 有個少子化大臣 有個少子化對策本部 所以作為國家重要戰略的這個政策 少子化議題 自由國外主管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我們做人口的推估跟那個 那另外針對少子化跟高齡化的人 這個對策是 有一個是林萬億政委有一個小組在處理 他是小組 但是要去推動要去執行 當然需要預算需要人力 需要主管部會 這主管部會是 國發會還是衛福部 有衛福部有教育部都有 但是擬定政策的應該是國發會嘛 我們會做統籌啦 但是專案的部分 這個現在是生不如死的年代 有什麼在說 出生率少於死亡率 對就是今年可能是會死亡率高於出生率 這個問題是很嚴峻很深刻 所以拜託注意 一定要拿出好的對策 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是 拜託注意 好 這是台灣很嚴肅的問題必須要面對 對啦 我看不到你們報告裡面 針對這個部分有很多的這個說明 我跟委員 我跟委員抱歉 因為今天還有要談疫情對經濟的衝擊的部分 那也是八夜而已啊 那兩個報告 所以我這個 又報告的部分就 口頭比較省略了 那書面的部分再請委員指教 另外 討論幾個 我選區的重大的這個建設 高雄捷運陸竹湖內延伸線 第一階段正在施工 我們希望如期如止完工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當然有幾個問題要克服 就是 環評的問題 另外就是說 要經過國會通過 交通部已經送到國會審查 沒有 我可能要這個案子我要讓委員了解的比較清楚 第二階段的可行性評估在行政院106年的時候已經核定了 所以他就進行綜合規劃 可是高雄市政府現在所提出來的綜合規劃 他不是可行性的範圍 他把其中的一段去做了環評之後 就把那一段拿來綜合規劃送到行政院 要行政 行政院就交給我們審 可是可行性評估是全斷 那你現在如果 你從這個 岡山 岡山站之後就是這個 岡山農工 然後農工之後一直到這個中聯山是這個大湖站 對 他把它切割成兩個階段對不對 對 2A跟2B 是 好 2A的部分是 因為有審到拓寬的問題 所以他只開到南路主對不對 對 這個部分已經核定了 可以繼續施工 現在問題 交通部要送到國華會 省議的事 2B的階段是不是 是 對 對 對 就是 陸族站到湖內 就是RK6到RK8這三站 目前進度怎麼樣 就是跟委員報告 他又把它切開來 所以有一部分環評過了 那如果不能夠全斷的話 未來剩下那個環評不可能過的 所以我們請他 其實他應該 因為 既然整個可行性都已經全斷了 他就應該做全斷的綜合規劃 可是他卻沒有做全斷 所以我們叫他們去審查 對 對 你不應該把這個2B的階段 切割兩個模式 對 因為我們剛出可行性核定是全斷 對 如果這樣切割之後 有可能說環評沒有過 對 所以後面RK6到RK8 沒辦法做 對 所以如果 如果他要這樣做 他要先修正可行性評估 說我不要那麼長 可是他可行性評估已經走完了 他綜合規劃自己把它切斷 那這樣的話對後續會有問題 所以可行性評估跟綜合規劃是矛盾的 對 不一致的 所以我們現在請他回去 這個我們已經審過一次 我們請他回去把這個部分釐清 他究竟要怎麼樣 那否則的話這個計劃是沒有辦法延續的 將來預算的編列也會有問題 這樣問題處理高雲市政府 是 好 好 謝謝委員 好 洪孟凱 洪孟凱 委員不在 請正天才委員 謝謝 好 主席各位委員 我請主委 請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這個花東鐵路啊 火車票啊 無論是到 無論是到 北回縣到 花蓮 更是 尤其是到台東 這個一票難求啊 一直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鐵路電氣化 過去花東鐵路電氣化 啊 以為 解決了之後 嗯 啊 就可以 解決一票難求 結果後來又發現 啊 事實上的結果 鐵路局才講出誠實的話 除了花東鐵路電氣化 的完成 還要 花東鐵路 要雙軌化 才有辦法 增加 車輛 那 也才有辦法 這個 解決一票難求 啊 北回縣 尤其到 花蓮到台東啊 啊 這條線 那最近呢 這個 平日 還好一點 因為 這個疫情的關係啊 遊客 啊 有減少 但是在假日 依然是 一票難求 啊 假日 花蓮啊 從台北到花蓮 啊 到台東啊 都是一票難求 都是 啊 都是 都贊票啊 很多都是贊票 所以這個 花東鐵路電氣化 這個已經列在這個國家的 重大建設計畫裡面 是 但是如果我們看這個計畫 齊成啊 106年到 要到117年 啊 這個 齊成真的是太長 因為 花東鐵路電氣化的工程啊 啊 它沒有像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 北回鐵路 新 新開 新建的時候 啊 沒有那麼 那麼 要經過 高山啊 或是這個 西流啊 很大的西流 啊 那現在是 花東鐵路原來就有 啊 花東鐵路 不過它原來就 不過是雙軌 啊 雙軌 其實上 當初鐵路機啊 啊 在規劃 包括到電氣化的時候 有一般 啊 這個其實已經有 鐵路的用地啊 啊 其實都有都有 都有一流了啊 啊 都有一流 所以這個 騎乘啊 啊 要請國發會啊 能夠跟交通部啊 啊 還有相關的專家 啊 來去工程的專業啊 尤其現在 工程 的技術是 越來越好 越來越先進 啊 所以這個騎乘啊 啊 應該要能夠去 啊 盡速的來 來 來縮短 而且要 督促這個 啊 相關的單位 鐵改級 啊 交通部他們啊 能夠啊 加快速度 這個主委 你是不是可以 往這方向盡努力 好那個騎乘的部分 啊 委員我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有這個 重大計劃的 啊 管考機制 看看他的騎乘 為什麼會這麼久 那啊 中間有沒有可能 可以啊 縮短的部分 我們再回覆給您 那我會問一下鐵路局的部分 那至於啊 委員提到的那個 雙軌化的部分 啊 原來上一次 在前瞻的時候 是有打算要提出來 可是後來 這個案子沒有 沒有列進來 所以看看未來 要不要在二期的部分 再去做一個考慮 對啊 連這個都 都被 沒有被考慮 所以 所以 剛才講的那個時間 還要往後眼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剛才講的 計畫期程 106到117 是 有 還要調整 沒有啊 對 對不起委員 那個就是 您剛剛講到那個 期程的部分 我會 因為我們從管考機制上面 可以幫您 做一個確認 看看有沒有可能提前 那如果真的不行 困難在哪裡 我跟您再做報告 好 這個部分 這個 要請國發會 是 這個 基於花東的交通建設 的一個需要 這個 怎麼樣去協助 到底 是什麼樣的問題 會 會拉這麼長 這個部分 請國發會 能夠找這些 專業的 民間的 甚至民間的 能夠來協助 這個 提改集 如果 他要 那個 工程會 現在有一個工程督導會報 對於 如果他是 原列的 騎乘上面 有遲延的 我們是會有 督導去做處理 對 我現在不是說 遲延 怎麼去加 協助他加速 OK 協助他加速 好 好 這個 博物管法 這個 第六條 這個是我在第八屆 當立法委的時候 特別在制定 博物管法的時候 增加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構 也就是中央的 延民會 已經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了 對於這個原住民族博物館 事實上 我從 這個第八屆 開始質詢協調 無論是這個 那個從文化部開始 過去的文件會到文化部 到這個國 國發會 到行政院 相關的部會 我協調了非常非常的多次 是在將一化院長的時候 嗯 在立法院 正式 這個 和 宣佈 要新建這個 原住民族博物館 國家級的原住民族博物館 而且 國發會 這裡還沒有來之前 也做了一些核定 事實上 這個 閒止啊 本來已經閒止完了 在新北市了 知道 結果 後來又重新閒止 那個歷程 我就不再說了 但是這麼長 這麼長的時間 國發會這邊 怎麼樣去 督促 這個 人民會 以及地方政府 事實上 這個這次的閒止 是 完全有問題的 完全有問題 因為 這個 這個閒止在 高雄 高雄市 自來水公司的土地 佔了百分之七十四點三啊 其他的都是 國有土地 公有土地 其他的地方的 其他縣市所提供出來的 唯獨 高雄所提出來的是 自來水公司的是百分之七十四點三的比例 那根本就是還要 它是事業機構嘛對不對 但是他的土地不能無償 無償 無償 撥用給 給人民會 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都是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 現在都在忙這些 所以 所以一開始的閒止之外就有問題 大老是 現在已經核定了 除非要重新來 我不知道 這個國會 深入的去瞭解 深入去瞭解 看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樣去加快 好不好 好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就是行政院在108年4月的時候已經核定了 現在正在做後續的環評跟中和規劃 前面就核定了 對 然後那個核定的部分 前面的國發會就核定過先級計畫 對 那個是以前的 那我說在在澄清湖的這個案子 那當天開會我有特別問了自來水公司說這個土地會不會有問題 自來水公司是承諾願意提供的 所以我們當時候報個影片 主委我開過協調會 我找過自來水公司 他不可能無償給政府機關 那他就是他的財務規劃的問題 對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高嘉瑜委員 我們請國發會主委 謝謝主席 好 主委請 好 高委員好 主席好 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對國內產業衝擊確實是蠻大 但是國發會在這個部分其實扮演著如何讓我們的這些產業能夠升級 並且進行數位的轉型 那我發現各部會其實在這一次的預算裡面 都寫到說要帶動產業的數位轉型跟升級 但是不管是交通部 經濟部 各部會都這樣寫 但是會不會淪為紙上作業 如何實際去作為 因為國發會在這個部分就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 可是我們知道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的中小企業 其實大部分的資金都是投入基礎建設 但是數位轉型據數據報告只有4.06% 那我們也了解說我們在2020的數位國家發展計畫 很重要要導入這個AIoT區塊鏈的技術 還有這個雲端計算 但是這些企業自憑 我們目前在數位轉型裡面的分數還是不及格 只有55.5分 尤其是在金融業等等是急需要數位轉型 那就這個部分國發會過去的努力到現在 我們如何去帶領這些中小企業在這次的疫情裡面 在我們紓困投入的同時 能夠讓他們掌握這一次轉型的關鍵 一起來做產業的升級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國發會如何去串聯各部會在這個部分 能夠真的達到我們數位轉型的目的 數位國家的目的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確實台灣的產業的數位化必須要更快速的去完成 那麼我們有幾個計畫 第一個在我們亞洲點矽谷計畫裡面 把AIoT就列為重點的計畫 這會包含經濟部包含科技部 我們會一起來執行協助中小企業能夠盡速的去做轉型 另外我們要扶植台灣的新創 把他們的這一些科技的元素 都能夠來發揮在企業裡面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例如說我們現在中小企業是4.06% 那你們在這一次紓困裡面的預算 你們預計要達到可以幫助我們這些中小企業的轉型 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可以提升到幾% 跟委員報告這個紓困是一個短期性的 可是我們對於整個數位轉型是一個中長期的我們需要達到目標 我當然希望能夠百分之百的都能夠數位轉型 那其實是增加的 它其實是提升的 所以代表說不是所有的產業都一併的受到疫情的影響 有些反而受惠於疫情 有更加速它的發展的傾向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紓困不應該是雨露均沾 而應該考量各個產業別的狀況 尤其是在我們觀光產業等等 是不是也應該進行數位轉型 因為其實這些傳統的產業 可能並不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導致它需要紓困 而是長期以來產業沒有轉型 那就算紓困了也是治標不治本 長期以來它所面臨的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轉型的問題 才是我們國家必須要去改變 藉著這一次的契機能夠去轉變的一個機會 所以希望國發會在這個部分能夠更努力一點 能夠讓我們的這些中小企業還有產業能夠趕快轉型 那另外區塊鏈我們也知道 國發會也很努力有一個區塊鏈大聯盟 那其實在這次疫情或是相關 我們也知道我們投入了很多智慧科技去做防疫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把區塊鏈的應用在我們各部門上 可以讓我們的防疫做得更確實 不管是就我們的健保就醫的紀錄等等的這些紀錄 其實都可以去串聯區塊鏈 那就這個部分國發會後續如何去導入各部門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 好下一頁 謝謝委員 下一頁我想請問主委 你看到這個財報的話 你覺得一個公司如果負債大於資產高達100多億元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公司還值得投資嗎 好我想這個要不要繼續投資或等等 他會有一個綜合的評估 那如果他的財報短期的不好 而他還有未來性的話可能也還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想應該要有一個綜合的因素的保量 所以你要看未來性 但是現在是109年 這家公司在108年6月30日 他的負債就已經到達100億了 下一頁 這家公司就是保德能源科技 他還有未來性嗎 但是在108年的時候 我們的國發會還是繼續投資1億多 那長期以來投資的金額呢 將近14億元喔 那我們也問國發會說 針對這家公司為什麼我們要投資 投資的理由是什麼 下一頁 國發會給我們的報告是說 這個是商業機密啊 內部經營的資訊 驚洽保德公司喔 表示不宜對外提供 請問一個破產的公司 國發會投資了這麼多錢 包括我們關股連帶這麼多錢 將近百億元 結果卻不能提供投資評估報告 那這樣合理嗎 請問主委 我想委員可能誤會了 因為這邊講的是要公司內部的那種資訊 那這個當然沒有辦法提供 如果是國發基金本身 我們在做投資的評估的相關資料 我們請國發會提供對於保德電話材料公司 立次投資評估審議的投資評估報告 到底國發會為什麼要去投資這家公司 請你們提供報告 就是說你說這是屬於該公司內部經營資訊 不以提供 所以我覺得國發會就這個部分 還有需要進一步對外界來說明 好我想我會私下再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然後再把那個相關的資訊 如果可以提供 我們時間還沒到嗎 不好意思 好謝謝 好謝謝我們請李慧民委員 主席我們麻煩請主委 好主委請 李慧民委員好 主委辛苦了 我盡快 我第一個問題是接續剛才高委員的 其實這個部分跟我的認知也差不多 我們看到經濟部呢 這一次的這個振興的這個特別預算裡面呢 他說啊這些是他振興的喔 他撥了3.3億做什麼 他撥了3.3億呢就是要給外送跟電商 所以主委您剛才的回答好像是跟這個的認知是不相同的 是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經濟部真正的那個計畫的內涵 但是我猜他是要讓這個傳統的這個服務業跟外送跟電商平台去做銜接吧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好那我們回到第一頁好不好 所以呢從這個訊息我們可以感受到主委您是不是沒有跟其他的部會參與 防治紓困特別預算的編列的工作的作業 這一次是由主計處在做這個處理 所以確實我沒有出席那個會議 好謝謝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在看你的報告的時候 我發現啊 我發現 就是說當我們在這個九樓省這個特別預算的時候呢 相關部會的防治紓困內容我們看到了 然後呢他把有一些的其實是紓困的部分呢 他把它擺在正心的方案上面 平常講 我們去看到那些的內容呢 因為今天時間的不夠 但是我POINT上面都把它的每一個數據都摘出來了 那個部分呢 如果你去看剛才的那一頁的地方呢 其實這些紅字的地方跟正心有什麼樣的關係 人才的培訓 資金的協助 展銷活動 真的是拜託一下 這些不難道是你平常就是應該要做的 跟紓困的正心跟這次的防禦正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回到第一頁我就要請教這個主委 我們知道這個你沒有參與這個預算的編列 但是我請教就是說 這麼大的案件 您我相信也看了一下他們的資料 您認同這些相關部會的編列嗎 我想因為他們的程序上都有跟這個產業做了一些相關的討論 您個人認不認同這些部會的編列 因為它從頭到尾600億的部分呢 各部會加起來呢這個只有60頁 所以簡單來講呢600億除以60 一頁呢價值10億啊 您認不認同就你目前所知道的各部會的特別預算的編列 它的正當性跟合理性 我想我有我昨天才拿到那一本他們的預算書 你在剛剛看到的情況之下 你光是看一下你覺得這個正當性跟合理性 特別預算我覺得要防治紓困 所以我們講說它的必要性一定存在 我並不是反對它的必要性 但是它裡面編列的情況 其實我們知道整個特別預算呢 它應該三大塊 防治紓困 接下來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振興 我在看報告的內容的時候呢 我覺得國發會 您是不是考慮給相關部會上個課 因為你裡面其實有一些的概念 振興的部分呢可能可以 當他需要那個錢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錢用在哪裡其實很重要 不過我也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振興這件事情有一部分 其實是一個中長期的 可能沒有辦法擺在特別預算裡面 特別預算因為它是限時法嘛 它只有一年半的時間 但是主委您看看 您看看那個我們剛才看 就是拿經濟部的當成例子 研發補助跟短期的這個有關嗎 沒有吧 這個可能還是要經濟部來解釋 我知道下禮拜有排 當然我們下禮拜會提 但是我只是請教 就叫一下主委 以你個人的專業 你看一下環境的優化 說要讓那個商圈比較明亮 廁所要弄得比較乾淨 這個是跟防疫的這個振興的方案是相關的 我相信其實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這些錢都是老百姓的辛苦錢 我們問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我提到這個台灣斷鏈的危機的情況之下 謝謝主委的認同 我在你今天的報告裡面也看到了 所以但是經濟部提出來說 這個斷鏈的情況呢 是可以用換鏈代工的方式來解決掉 主委以您的專業以您領導的國發會來講 斷鏈的情形缺原料的情況之下 能夠用換鏈代工來解決嗎 我想原料都沒有了 你要用什麼樣的一個代工跟換鏈來解決 更何況主委我相信你知道 Samsung把廠移到越南的時候 它的原料缺了30% 它不能夠解決斷鏈的問題 那我們台灣我們可以用換鏈的方式來解決斷鏈的問題嗎 我想應該要看個別產業的問題 它的可替代性的情況是如何 中和 因為主委在您的報告 為什麼我對你有期許呢 在您的報告裡面 你有提到一點 你認知到台灣的出口 佔了我們的經濟的其實七成以上 這些的尤其是高科技產業 而且高科技產業目前我們用的是庫存呢 庫存當它消耗進了之後呢 怎麼樣子幫我們台灣的產業解決庫存 在整個振興的方案裡面呢 我們完全都沒有看到 完全沒看到 那像這樣的問題怎麼解決 那因為時間到 所以主委容我只提問題 我的提問問題呢 是關於這個經濟衰退 當我昨天問我們的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 還有我們的金管會主委 還有我們勞動部部長的時候 我說對於這次的情況 世界都認為它是 繼2008金融風暴以來 接下來一個大危機 他們四位不認同 但是在您今天報告裡面呢 你也提到了這樣的假設 所以我特別拜託主委 因為主席站起來了 我就不足以講 可不可以拜託你在會後 回答我在這個powerpoint上面的問題 好不好 感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廖萬如委員 主席 我請一下陳主委 好 主委請 不好意思 讓你坐一下再站起來了 陳主委 你好 我想承接剛剛李貴敏 李委員所提到 其實我們在整個這次書庫的預算 特別預算當中也覺得非常質疑 尤其是包括經濟部 農委會 他們所列的所有的預算編列 幾乎都是應該是他們自己本分的工作 包括是強化啦 改善啦 還有包括經濟部的說要振興 振興什麼所有相關的行業 這一塊來講是讓我們非常質疑的 不像交通部是協助 或者是補貼一些虧損的 我們叫做紓困預算 但是我們看不到 我們很很期待的是 剛剛你在報告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危機就是轉機 那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在這裡面提到一個加速普及 行動支付 平常心講你這邊寫的報告是大概 普及率也過半了吧 50% 但是我來自於屏東 我就覺得有行動支付的感覺都沒有 所以是不是類似於趁這個紓困的預算當中 讓相關的部會 把這個行動支付建構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不要說動物都有傳染這個病毒了 現在數鈔票都會怕 對不對 所以行動支付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振興的方案 我想跟委員報告 推動行動支付的普及化 是我們兩年前就開始的一個計畫 所以其實各部會原來就有這個預算 那我們希望能夠到2025年的時候 我們能夠達到90% 那去年 去年 中小企業處 為了要加速中小企業去適用行動支付 所以他們也編了預算也去處理了 所以因此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方案裡面就沒有看到 是因為他們已經在執行 這我不清楚 但是我猜應該是這樣 但是我是覺得像類似於經濟部 一些傳統市場 或者一些什麼夜市 你可以去強化 因為我從報告裡面看到 你所有一些3500家門市 我也不曉得我們屏東有沒有 對不對 觀光夜市好像也沒有提到 這些你能不能提供給我參考 我想就是就這一點我舉這個例子來講 有時候你在各部位 農委會也好啦 或者經濟部也好啦 在在強化這個紓困的時候 要強化一些振興的業務 不要把年度預算應該做的 就拿來又編了一大堆那個特別預算 我想應該 類似這樣子 就是讓他更加速一點點 他們應該都有區隔 那我就審了啊 他做的那些喔 提了那些預算喔 真的是大家都看不過去 我想應該是有區隔 只是沒有跟委員說清楚 另外跟委員補充一下 都是條文啦 用到哪裡說的 那誰也不知道啦 那在屏東那個 我們的便利商店應該都有行動支付了 我們便利商店都有 便利商店大家比較清楚 但是呢 要如何落實到類似傳統市場啦 或者是一些消費 比較普遍性的消費的商家呢 我想可能更要強化一點點 另外在這個你的報告當中有很多地方創生計劃喔 我也希望說主委能夠提供給我參考一下喔 屏東做的喔 屏東地區 以屏東地區為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昨天的交通部的報告當中 我就覺得很質疑啦 那個 那個整個國際的亮點當中 屏東一個都沒有 但是實際上呢 大概已經快20年喔 20年的 前面委員也有提到過 20年的大鵬灣計劃 從整個大鵬灣的這個這個規劃 然後徵所把那些竹筏 養科人家的那些竹筏 收購補償之外呢 已經委外 BOT委外 也快20年了 整個做補償20年 那整個在開發已經20年了 本來是一個觀光城市 可是現在呢 進度落後多少 既然連納入國際的亮點 當初要BOT的時候 都是南部除了墾丁之外 一個國際的亮點 國際的旅館 高爾夫球場 可是現在呢 在哪裡 我們看到的只有環灣道路 10年前環灣道路 現在還是環灣道路 就是半路跑而已 所以我希望說主委 整個各縣市 各縣市的整體規劃 尤其是觀光景點規劃當中 我們國防委呢 再強化一點點 我們剛剛的早上 有幾位委員可能也提到了 類似於你一直強調的 大南方大發展 然後這些高鐵延伸到屏東 捷運延伸到屏東 都有在規劃 但是呢 好像進度會慢 高鐵呢 行政院說會難延 可是呢 興建進度大概要10年 幾公里而已要10年 那捷運來講 橘線也好 紅線也好 為了一個高頻生活圈 我們非常期待 可能捷運還比高鐵還期待 但是呢 這個規劃可能會遙遙無期 雖然有一些定案的路線 但是我們期待 聽聽屏東人的聲音 希望高高頻 其實我都很想說 整個台灣啊 我們國家應該是整個行政區域重劃 高高頻就是一個生活圈嘛 但是把它切開之後呢 過了高頻溪永遠都是屏東 什麼都沒有 所有交通重大建設都沒有 所以呢 前面有約委員也提到 他希望大鵬灣把旗金納進去 其實我也希望茂林風景區 把高速的大金也納進去 這個才能整體開發齁 所以我想整個的開發計畫 跟風景的計畫來講 都需要預算 都是要經費 更希望長遠國家的規劃 希望主委幫我們重視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陳廷菲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招 主委 請主委 陳廷菲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我想現在大家所擔心的就是 武漢肺炎到底會對我們的經濟 產生如何重大的影響 那你今天其實也有提到說 如果在三月底疫情若未趨緩 那麼對台灣的經濟損失將擴大 那我們也知道 這一波確實 整個經濟的能量 已經產生很大的巨變 所以呢 我們也有所謂的振興紓困方案 特別預算 特別條例 都希望說來協助我們相關的產業 尤其其實原物料其實是最重要的 很多原物料 我們雖然訂單減少 可是依照我們現在的內需 或是目前很多其他國家 原本像中國的訂單 因為中國的狀況 他們這個衰敗的更快 所以說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如何把訂單能夠移回台灣 然後讓台灣可以搶奪到這些先機 也是我們要協助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紓困方案當中 有一個重要的是 如何協助我們的產業轉型 也是轉型之後 如何去加強他們 搶到這些訂單的一個機會 可是現在的重點是原物料 其實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們當生產出我們產能的一個 最關鍵的原物料 其實很多廠商 包括我們最近所得到的訊息 都是廠商跟我們求救 原物料的問題 那這個原物料 我們知道說很多中國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去協助這樣的供應 那我們原物料的訂單 相對的也要找其他國家來支援 那我們到底這些平台跟這些重點 我們國發會有做過跟各個單位 各個部會去做過盤整嗎 怎麼來協助 除了有出口 出口的訂單 或是我們在出口之前 這些原物料的公益 怎麼得到平衡 這個部分有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應該不是國發會在處理 經濟部工業局他們會去處理 我知道可是你們在整個 整個的盤點當中 重要的盤點 這個因為你在你們的整個報告裡面 是有談到說未來整個經濟產業的一個部分影響 可是這整個的產值的部分 其實原物料的這個盤點 然後跟我們出口訂單 跟如何去搶奪 這個其實是有很直接的關聯性 我們會依照如果部會 其他的部會有去做了調查這些數據 來做後面的一個評估 但是我們不直接去做調查這樣子 當然你們不是直接調查 你們是一個盤整的單位 我是說你們這個盤整 當你接到這個訊息 是不是有要求各個單位各個部會 那也不是一個經濟部就可以完整的 是各個部會 當它需要有所謂的原物料 不是只是提供說 你可以找哪一個貿易商 那當然 你在找哪一個貿易商 還是叫廠商 直接說你去聯絡 那好 十家廠商都缺這個原物料 你都找這個貿易商 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已經到了 你還是要緊急做盤整的一個重點 各部會 不是經濟部一個人 工業局一個人就可以處理的 對 而且各個單位怎麼做處理 這個還必須要這些協會等等的 沒錯 所以我提供給我們主委 這個部分你一定要拉高 好 絕對不是一個工業局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接到很多的層級案件 嗯哼 他們現在是在於整個原物料不足的問題 好 原物料不足 我們也只能找工業局 可是工業局也只能丟一個貿易商 嗯哼 那是我們政府只能做這樣的動作嗎 OK這個我們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比如說有一個盤整的資料 然後來做一個媒合平台等等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要拜託 還有就是當然在資金的部分 因為國發會當然我們都是盤整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把所有我們可能幫產業做的部分 我們把它盤整出來 是 包括資金的協助 也就是說 現在遇到的很多問題我們也做得非常好 確實我們在這一次紓困條例當中 我們有提到 就是在整個紓困 而且我們在中小企業協助資金的部分要更寬鬆 而不是去縮影根 哇這個第一時間有做宣示 可是我們要去做審核啊 是不是我們講的其他的單位是不是真的這麼配合 嗯哼 主委這個是重點喔 是 這個是重點喔 就是後面的執行有沒有做的問題 沒錯 我們行政院我們各部會我們各單位講得很好 聽說不能說贏根 而且也不能因為這次武漢肺炎我們知道很多的企業 他因為跟中國是有所謂的這些訂單有資金的往來 可是因為中國很多的廠商基本上已經都沒辦法去匯入這些資金 而造成有跳票的狀況 嗯哼 現在央行有協助可以hold住 如果你是因為武漢肺炎 你被相關主管單位認定 你確實是受到這波的影響 嗯哼 在註記當中可以把你這個hold住 然後可以把你這個up過去 可是呢 重點是在第一時間 我們銀行就已經先註記了啊 嗯哼 等到他再申請已經沒用了耶 嗯哼 因為他只要一註記 他只要說哇你已經有一張跳票了 然後我銀行收到你已經是信用有問題 然後我就先把你的資金先管控 然後管控之後下游就受到影響了 是 所以我要提醒主委的是 你們在做管控的部分 嗯哼 這個才是重點啊 不是你在上面講的很好聽 結果呢 其他的單位 各個部會 嗯哼 然後到最下一層的 並不是這樣處理 是 我就遇到這個案子啊 好 然後就利用很多的這樣子時間去協助溝通 可是他的下游已經接到通知了 嗯哼 當天就已經在他的這個公司前面說 如果沒有錢要把材料整個拿回去 那怎麼辦 結果我們還沒有得到政府很好的一些紓困協助 嗯 結果第一時間我們政府的註記就是 就已經害了他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後端 嗯哼 好主委 好 我來了解一下 看看怎麼樣來協助他們 對 所以我今天要提到的是我們現在說真的這一次的防疫我們真的成為了全世界的標杆 是 我們的所有行政同仁都很辛苦 醫護人員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也第一時間超前所有的國家我們也做了所謂的紓困條例的通過 甚至預算現在已經在省了 但是呢 當我們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如果可以上下左右盤整的點會更加細膩 我相信人民的感受會更深 當人民的感受更深的時候 那麼我們來協助這所謂的特別預算才更有價值 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之後 讓人民有感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要拜託 不是我們今天說這個3月底前如果疫情若未趨緩 對台灣經濟損失將擴大當然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才要趕快做紓困條例 紓困預算 可是我們真的能夠下到每一個基層嗎 我們能夠讓每一個協助的行政單位都知道嗎 而有更寬鬆的一些行政程序的配合嗎 拜託主委 這個才是重點的盤整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他們請 吳怡丁委員 主席謝謝 那個不好意思主委 辛苦你了 好 請主委 你好 我比較關心的是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這一次 在林口長跟他們限制人員的出入之後 我們在媒體上看到許多人在外面排隊 那我們知道會在醫院要去醫院的人 他們已經算是比較高風險的人了 那因為這一次這樣子的情形讓他們在外面的排隊 其實戴著口罩 可是人貼人的排在一起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如果我們遠距醫療 這件事情更開放 在法規上更開放的話 我覺得對於我們的民眾也好 對於醫療的從業人員也好 在這一次的疫情都是會有幫助的 那看這個圖的話 我們有一個 預測 對 Market Insight它的預測 這個單位是10億美元 所以在目前2019年的話 這個市場現在預計是383億美元 那這個規模呢 在2025年是會成長到1305億美元的 那我們知道台灣的醫療從業人員的數值 在東亞是相當的高的 在尤其是這一次的疫情過後 我相信我們的表現會讓全世界刮目相看的 那我們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服務業的輸出嗎 我們如果可以開放遠距醫療的話 主委你覺得是不是對我們的產業升級 我們一直強調產業升級 產業數位化 那醫療產業也可以升級 也可以數位化 也可以賣到 也可以出口 賣到全世界 對 那主委是不是也同意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我非常支持委員的意見 確實台灣的醫療產業在應該把它產業化之後 然後數位化 然後當作我們的最好的利基 然後輸到全世界 這不只是一個產業而已 其實我們也可以幫助全世界的人民的健康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那事實上我們也朝著這個方向在做了 就是說過去我們陸陸續續的包含法規 或者是相關的計劃的協助 也會往這個方向 可能會感覺速度比較慢 但是或許這一次的疫情正好是個轉機 可以讓我們加速的來推動這樣 謝謝主委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是只有 可能是離島偏鄉還有長照的人員 才可以享受到這個通訊醫療的方便 那這一次我們也有居家隔離的人員也可以享受到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讓全部的人看到 這是整個世界的走的方向 對沒錯 那下一頁 那就是依照國家發展基金你們的基金用途 你可以看得到其實你是有很多的權利 你可以做的 就是你可以 我們看第四項好了 我們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發展 以及產業結構來做相關的推動 所以我希望主委呢 你可以跟衛福部那邊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目前的法令上面呢 還是比較綁手綁腳的 希望在這一方面 因為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醫學院的學生 這些學生 你想像他的服務可以賣到全世界 他就坐在台灣 繳台灣的稅 等於是坐在台灣賺外匯 而且是非常高的經濟價值的外匯 我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的推動 好再來跟衛福部研究一下 謝謝 那接下來是 我們知道政府的三大基金 在勞動國保還有退府基金方面 他們現在其實幾乎在每一個月 他們都公佈了他們的情況 他們持有的情況也好 表現的情況也好 當然在不影響他們的運作的前提之下 公佈相關的細項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國發基金 我們給一般的國民開放到什麼程度 他們在網路上能夠知道哪些東西 我們有設了一個專業的網站 那因為過去的情況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我有請同仁我們要重新改版 那我們最近正在測試 那應該是在這個月就可以把它正式的對外 那我想越公開越透明是最好 因為這是信賴感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想委員我們等完成了以後 再請委員跟我們指教 謝謝 主委因為我知道你們投的很多東西 它不像是這些基金 他們投的是馬上知道價格的 你們投的是比較不知道價格的東西 公開市場 對那我希望有些東西你們投並不是為了 不像這些基金它是為了賺就是要賺錢 你們是為了國家的發展 那我們希望說你們投的任何標的物也可以有簡單 你們一定有做過報告做過研究 讓這些東西也公開讓一般的人民知道說 為什麼我當初投了這一間公司 為什麼我持續支持它的真知 這些東西是國民都有權利知道的 也讓增加國民對你們的信任感 我們有年報跟季報 未來我想這個都可以把它上網 那再請委員跟我們指導 謝謝 然後最後很快的就是我們四大基金加起來 其實total是美金3600多億的美元 然後其實這跟我們的全球十大主權基金比起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一個 那個新加坡的GIC跟他們的那個 加起來其實跟我們差不多大而已 可是他們這件事情養了一千多位 相當專業的金融從業人員 我們是不是有考慮台灣如何做這件事情 好各位報告確實我們國發基金的規模 其實已經非常的大了 那我們目前受限於那個組織的關係 所以這個人事等等都沒有辦法做一個擴充 那非常感謝人事行政總處其實已經答應我們 可以做一個組織的一個調整 未來我們就比照民間的創投的這樣的方式 不管在用人啊或者他們的待遇上面 能夠更有彈性這樣 那我們最近正想把這個相關的計畫報給行政院 希望行政院能夠跟我們合定 讓我們有一個轉型的機會 讓我們的那個效力能夠更高 謝謝主委 好謝謝委員 我忘了行政單位 你們有吃便當了嗎 那就好那就好 沒有事沒有關係 我跟主委沒有事沒有關係 好最後一個我們請陳焦 對不起 對不起 曾立文,曾立文,曾立文委員不在 劉正好,劉正好,劉正好,劉正好委員不在 陳毅臻,陳毅臻,陳毅臻,陳毅臻委員不在 周初美,周初美,周初美,委員不在 蔡玉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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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蔡玉宇,蔡玉宇,蔡玉宇,委員不在 現在請陳焦華委員 那我們請主委 好,主委請 陈委员好 主委好 大家好 首先就是主委之前在台南市很多年 也感谢主委对台南市的这些支持 那今天就是针对国发会这边 我想提出有关国土计划问题的咨询 那我们知道国土计划相关的重大建设 是国发会所提出的 然后再由行政院核定 所以现在这个国土计划的部分 就是如何去订定 然后国土计划法这个母法 跟国土计划其实是非常多团体 关心之外呢 其实对我们的 整个国土影响是很大 那现在就是包括有一些国土乱象 比如说农地盖违法工厂 或者是不当的工厂 或者是废弃物不当的丢弃 还有山坡地的开发 甚至一些工业区 也在盖豪宅这样子的一些国土的乱象 好 下一张 那这些问题呢 也凸显出废弃物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在2019年 彰化就发生 很多工厂呢 可能是不想去花钱处理废弃物 那在农地呢 在附近都是农地 然后就就地去制造这个焚烧 就是去烧废弃物 那造成这个工厂呢 这些污染就问题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那这些废弃物的清理呢 的费用可能比直接焚烧罚款 来的多很多多很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只是公安 也是污染 也是这个国土破坏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农地的工厂 它制造的污染会到河川 会到灌溉渠道 甚至会到地下水 那以刚刚看到的彰化的 这个工厂的污染 就是我们从自来水公司的 这个水值的资料已经看到 彰化在违法工厂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地下水的自来水的水值 是比较差的 那这个差呢已经超过 甚至超过灌溉水的灌溉标准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在看 国发挥很重要的这个国土规划 重大建设 我们看到除了 除了这个违法工厂的管理 除了这些土地征收 区段征收 草地 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进行抗争 好下一张 所以这些重大的开发 其实我们从2010年到现在 其实整个国土计划 变成这个 就是说在功能分区或者是开发 其实已经有很多农地山坡地 从保育区变成可以开发的 可以做工业区 可以做特定区的开发 但是呢 今天呢我们看到 行政院又要修国土计划法 就是又要更松绑 所谓重大建设 它可以随时做通盘检讨 所以目前我们希望说 这个问题就是说 目前的国土的 这个破坏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希望能够 不要去修这样子 就是对国土是有不当 影响的这个修法 那在地方政府 没有做好地方的国土计划 县市国土计划 虽然来不及 我想内政部或者是环团 部分的环团也都支持说 不然就延一年 延一年 那这个所谓重大建设不需同盘 我想这个都受到蛮多的这个 反对的声浪 那甚至就是 矿业法修法 也是很多人期待 那这个都跟国土计划相关 我们的这个修订 很多人虽然现在是疫情 我们不敢出国 但是在没有疫情 其实很多人 假日都往国外去跑 到每日去跑 去看国外的这些完整的农地 还有这些好山好水 但是我们的国土计划 我们的国土计划跟国土计划法 没有制定之前 确实当时候的金建会 有负责国土的综合开发计划 跟国土的策略发展计划的沿泥 但是国土计划法公布施行之后 这个业务已经移到内政部去了 这样子 那所以 不过您的意见我会带回去 我会跟内政部这边沟通 我会跟院里面的长官说一下 这样子好不好 但是未来的重大建设 还是跟国家会有关 那个个案的建设的审查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去看 这个是绝对 我还是会把关 就这个部分 但是它就是架构在那个法之下 就将来看那个法的走向 那我刚刚说明的就是说 在目前的法令规范之下 其实不用去修那个法 我们很多重大建设 其实是可以跟这个通盘检台 去脱钩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很重要的建设 是不需要修法就可以去走的 是 了解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黄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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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书委员不在 陈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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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欧伯委员不在 何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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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跟委员会报告 登记发言的委员 除了不在场者外 其均已发言完毕 寻达结束 委员 何志伟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第三 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的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并复资本会 所列一程 处理王俊 上会 谢谢 谢谢 好厉害 好 好 主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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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主席